我們開始開會 請各位就位 市長 副市長 秘書長 各位記者 女士 先生 本會各位同仁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們今天由市長市政報告 請市長 陳聰文 陳議員 是 陳聰文議員 議長 還有我們市府的各位同仁 還有我們的所有市長局部首長 今天 要 本期要提出一個權宜問題 就是今天 市長早上很辛苦 到了新竹去 這個 去城隍廟拜拜之後呢 這個 我們看到 郭董送了這個 郭媽媽 柯媽媽 柯媽媽 柯媽媽一和月餅 裡面 有十六字的真言 但我們很擔心 還好那個十六字的真言 是健康 如意 平安喜樂 為國為民 魔王初衷 我們很擔心 那個 月餅打開的時候 裡面寫著 郭柯佩 所以呢 今天呢 這個上年 健康 如意 平安喜樂 是 祝福的話 郭董給市長跟柯媽媽的祝福 為國為民的 魔王初衷呢 是 對市長期許的話 市長 今天本期齁 在你施政報告之前 也在中秋節之前 郭董送了你兩句話 我也要齁 在這邊齁 我們也有幾句話齁 想對市長講齁 市長 這個本期呢 代表我們中國國民黨黨團 以及我們所有的台北市民 一樣齁 跟郭董一樣送你一盒月餅 這個月餅裡面也藏著 我們台北市民對你的期盼 郭董是貼在外面喔 我們齁 市長 送你一句話啦 台北市民的話 我把它打開齁 這句話齁 叫做什麼 台北齁 的未來 在手中啦 市長 台北的未來在手中 這個齁 你的上下連 我們台北市民 對你的期許 希望你在開議之前 施政報告之前 要全心全力在市政 因為你曾經說過我們 這個你2014的時候 說過你不組黨 而且 現在組了民眾黨 然後擔任了黨主席 未來有可能變成是郭辦的進走 而且昨天呢 天下雜誌也的民調齁 市長你的民調比上次 下降了八名齁 所以本席在開議前呢 呼籲你 市長 你要以台北市民為本 以台北市政為重 莫忘初衷 為國為民 所以呢 送上齁 台北市民對你的期許 希望市長 這個會期 你要全心市政 不要無心市政 要把這個台北市市民 我們的這個 台北的未來 在你手中喔 請你 台北未來在手中 在你的手中 希望市長 你要全心市政 台北未來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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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請汪之兵議員 那個主席 還有我們各位同仁喔 我想喔 從柯批市長 第二屆當選 第二天 一直到現在我們開議 這整整整九個月的時間 全省跑透透 做什麼 就是為了他的 仇主政黨 要不然呢 就是 為了要準備 可能 參選總統來做準備 所以在這段時間 我們完全看不到 我們柯市長 在市政府 有任何的作為 在我們台北市民的眼中 看到的 只是一個準總統候選人 以及 黨主席 但是 只有 最離譜沒有 只有更離譜沒有最離譜 我們這個柯批市長 你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台北市政府的logo 這個是你的台灣民眾黨的logo 結果現在 台北市政府 等於台灣民眾黨 我們市政府 已經成了 民眾黨的黨部 所有的人 市 食 地 物 甚至 費用 都是我們台北市民 大家在納稅前買單耶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必須要說 全家就是我家 我家就是全家 所以我們市政府 養的人 我們的場地 我們這些 所有的事情 包括我們的所有的水電瓦斯 好像就是在為 我們這個民眾黨 公器私用 所以我必須要講 如果這不叫公器私用 什麼叫做公器私用 我在這邊要要求我們柯批市長 等一下一定要清楚的交代 說清楚講明白 否則接下來我們的市政報告 一點意義都沒有 好 好 我要給各位報告 接下來是 吳世鎮 王世堅 秦慧珠 王鴻威 國導議員 都是三分鐘 謝謝 那個麥克風 來 議長 我們各位議會同仁 市府同仁 剛才兩位議員 說出了 說出了我們市民 很大一部分市民的想法 在這邊 也要提醒市長 民眾黨 公費黨用 黨務人員 立刻退出市府 民眾黨成立以後啊 公費黨用 公器私用 佔納稅人的便宜 已經到了匪夷所思 明目張膽的地步 請市長 市政報告之前 馬上宣布 所有黨務人員 全部退出市府 不要再佔納稅人的便宜了 市府是服務市民 不是服務你柯文哲 不是你服務 服務你的黨 連這一點奮機都沒有 好意思嗎 請蔡壁如顧問 今天市長你報告時候 就宣布他退出 辭職離職 還有呢 明目張膽到這種地步 把公家的資源 納稅人的資源 當自己的資源 當黨的資源 第二個 蔡宜芳 社會局的機要 社會局的機要 跑到中南部 跑到中南部去跟柯市長的行程 社會局 台北市社會局機要 跑去中南部 明目張膽 自以為是 還要騙東騙西 劉佳仁 聯誼的特助 升秘書 市府秘書 一個月升市府顧問 市府的顧問 又跑到中南部去跟行程 哇 台北市政府管這麼大 柯文哲 你太會用公家的資源了吧 周餘修 市府顧問 當年的競選幹部 蕭凜宇 市府顧問 當年的競選幹部 還是政策總監 張毅善 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 也是當年的競選幹部 黃靖瑩 副發言人 一直在拱人家選立委 代表民眾黨選立委 心心念念就是民眾黨 還說 市政府的顧問 向市長的機要 亂七八糟 目無法治 自以為是 來 請答案 有沒有受過 競選幹部 的事故 有沒有 有 好 時間到 郵議員 可以這樣子掌用 可以這樣子做用 大言不傳地說 改變政治文化 你自己就是 投用文化代表 公器私用的代表 但民意文化的代表 好 郵議員時間到 好 谢谢 请王世坚议员 议长 各位同仁 这两个半月的休会期 柯市长的美梦 市民的噩梦 悄然发生 民众党成立了 政治骗子 组成了诈骗集团 现在整个台北市政府 俨然成了 柯文哲民众党的中央党部 从创党的第一天 柯市长消费市政资源无极限 创党的第一天就党政不分 市府的幕僚官员们 不明就里的 成了人头党员 更夸张的是 联合医院的资源 人力也被拿进去 市府 联合医院 民众党 府院党一家亲 天哪 现在是什么状况 正直的 幕僚官员们 目瞪口呆 紧接着 要 参与2020大选 柯市长 进一步的 把局处长拿来装点门面 列为不分区立委 然后把明星幕僚们 当成车手 推去选 区域立委 这些正直 的幕僚官员们 其实 他们多数敢怒不敢言 他们 只能 任由柯市长摆布 但是 柯市长 对市政之员 这么肆无忌惮 巧取豪夺 这是 民伏其实的 吃人够够 吃人够 吃市民够 吃市府同仁够 我们全体市民 辛苦工作 认真纳税 市府 幕僚官员 奉公守法 努力从工 柯市长 欺负他们的善良 利用他们的厚道 所以 柯市长 你曾经说过 台湾是 用刀刀刺人肉 你现在的行情 就是 用刀刀刺人肉 所以 我今天 我准备了 用刀刀刀 我要送给柯市长 那个 请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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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吃人够 够 你能吃人够 够 那个 王远 请你不用送出来 请你 请那个东西 有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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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要在异常 拜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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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有危险性 还是在我们一场 不能拿出来 谢谢 接下来请 秦惠中议员 我们今天开议 休息了两个月 我发现我们市府螺丝掉满地 我查了一下 从7月1号到8月27号 我们市政府局长以上哦 请注意是一级主管局长以上 请假人次高达188人次 其中有一百个人说 他请假的理由是私人行程 放暑假 这些局助首长 有这么多的私人行程 然后我看了一下8月6号 柯文哲市长成立台湾民众党 我们台北市政府局长以上 当天有9个人请假 其中有7个人 请假的理由叫私人行程 包括市长柯文哲 副市长蔡炳坤 副秘书长陈志明 副秘书长薛春明 消防局长吴俊宏 官船局长刘亦霆 研考会主委余佳 还有我们的文化局长当天也请假 请的是病假 那只有一个比较 可能是没有这个骗人的 叫做盛丰处长沈凤良 他的理由叫公出 所以请大家听听看 上梁不正下梁歪 我们市府居住首长就那么30个 结果一个暑假不到两个月 188人次请假 其中有100人次请的叫做私人行程 所谓私人行程 当然是自己休假出国旅游 我们不是说首长不能休假 而是说这些休假匪夷所思 30个局处首长 8月6号有9个人请假 7个叫私人行程 都跑去哪里参加台湾民众党 所以这样的市府团队 如此的嚣张 如此的高额请假 如此的不务正业 如此的不务市政 都是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 因为市长带头 把他们通通带去参加台湾民众党 所以我觉得市政府欠我们市民一个公道 因为因为市长现在阻挡选举 全部跑透透 所以大家都不务公务 所以我要请市长公布 你说你是寄生虫打法 除了高铁的票是自己出 其他都是蹭人家的 请人家请客 人家请客 你要不要还欠的这些礼 欠的这些礼数要不要还 而且那个高铁的票 是我们市府的公务预算买的吗 也因此我们觉得要严厉的谴责 我们市府 好谢谢 接下来请王宏威议员 主席各位同仁 其实今天我们的议会开议 可能媒体早就在关注 我们议员今天要怎么样 来看待我们台北市长 柯文哲 还是我们要怎么样的看待 台湾民众党的党主席 柯文哲 所以我们今天要直讯的话 到底是面对的是台北市长 还是要直讯党主席 刚才我们有很多的同仁 都提到这个问题 我想特别要请市长 在今天一开始 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你的左右手 蔡碧如 昨天又以市府顾问的一个身份 他现在还在理台北市政府薪水吧 一个月十几万 蔡碧如现在的薪水 到底是我们市政府给他的 还是台湾民众党在给他的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他所做的工作 包含去中选会 包含去内政部去申请 啊怎么都是蔡碧如 请问一下 蔡碧如到底是台北市政府的蔡碧如 还是你台湾民众党的蔡碧如 你自己也证实 说蔡碧如未来要帮忙啊 好 包含郭台湾选总统要帮忙 那是不是 但是请蔡碧如辞掉 辞掉市府顾问 凭什么要由我们台北市政府 来发薪水 让蔡碧如来做台湾民众党的工作呢 市长 这是你的一个 价值吗 这是你要改变成真 让市政府里面的人 领着台北市政府的薪水 领着我们纳税人的薪水 结果从事的是党务 不 太夸张了 不知道我们要轰他出去啊 什么道理啊 他昨天去中选会 请问一下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身份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我们要执询的时候 要专注到市政上来 可是我们今天去执询的 是执询党主席吗 还是执询我们这些党员同志吗 公司要分明 公司要分明 真的公司要分明 另外如果 今天我们在市府的各个同言 好 时间到 谢谢 请郭兆元议员 市长 今天是市政报告的第一天 请问你的心收回来了吗 正当台北市这个百业萧条 国内外的一个经济是衰退之际 你却在忙着做你的台湾民众党的一个事业 我要提醒你哦 你口口声声说 哎呦才刚选上市长要去竞选总统 怪怪的 然后这个左批蔡英文哦 是这个执政无能 右批我们韩市长是这个忙于选举哦 但是如今你只不过是没有挂名选总统 但实际上你却忙着在瞧总统的候选人 而且在为你的不分区的名单提名以及区域的立委的一个安排在伤脑筋 所以我真的想要问你啊 你难道完全没有代呼市政吗 好 你今天又上新闻了 你收到郭台铭送的一盒月饼 月饼上面有一个字条是 为国为民 莫忘初衷对不对 但是我认为此刻的你 比较适合另外八个字 叫做为党为私 愧对初衷 所以啊 我要说啊 你如今推郭台铭出来 派蔡律卢刚刚讲的 去串联科国王的这个相关的选举 推黄敬影这学界要来参选立委 我不知道现场还有多少的政务官事务官 将来要拼上你的台湾民众长的一个战袍 我不知道 包括有科的议员 那我想请问你 你会不会公私不分啊 所以我要提醒你 请你莫忘初衷 请你要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 请你不要公器私用 请你记得 中秋节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应该要记得的是 专心市政好吗 好谢谢 接下来侯汉廷一员 侯汉廷一员 主席还有市长所有的朋友大家好 那市长 那请聆听我接下来发言 绝对对您有所帮助 在过去我对您的质询都是针对市政来提问 但等一下的六分钟 因为还有更重要的市政问题 我不得不先将这段时间来先就教于科市长 问的也是市政 在823当天 兵役局画的是台北市的预算 来办了一个活动 当然我们都知道 后来成为了三人合体的造势现场 这没有关系 但823的活动主体应该还是在纪念老兵跟老英雄们 然而这场活动非常可惜 因为在举办之前 并没有来邀请这些老兵 而是临时被踢爆之后 才临时紧急的邀请老兵来参加 而在举办当中也没有给这些老兵们一些徽章 或者是献花或者是生披彩带 连最基本的跟市长上台合影都没有 我们不要去比较其他的县市或者退府会 但举办一个纪念老兵的活动 这应该是基本 而在事后甚至呢在现场也仅是 好像对待游民一样 来给他们发水跟发甜点 对老兵非常的不尊重 而在举办完了之后 其实您在公开的媒体上 也没有再对老兵们说过任何一句相关的话 我觉得非常的遗憾 毕竟就连郭董也在当天的脸书上 说因为被模糊了焦点 而向老兵们致歉 因此我希望柯市长 您能够针对823的活动 但是却不尊重老兵 应该第一个 向没有邀请到的老兵跟英雄们 表示不好意思 忽略到了你们 而第二个重要的 应该要像当天 有来到现场 有受邀 但是却没有受到尊重的老兵 跟老英雄们 同样跟郭董一样 发表致歉的言论 因为您邀请了他们来参加 却没有给他们足够好的待遇 跟足够好的尊重 以上谢谢 好请游书会议员 有吗 议长还有各位议会同仁 今天这个施政报告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报告 而且里面的内容也不是柯市长所关心的重点 市长这份施政报告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看过 如果你看过的话 你应该会发现他只是拿上个会期的内容 重新每边排版 你真正宣布过的重要证件没有一个在里面 不管是这一本薄的或这一本厚的 所以是市府同仁没有把你的指令放在心里吗 还是说整个市府同仁全部都心在政治 没有心在市政 市长你的昨天公布的满意度 你不是倒数第三 你是连任的最后一名 所以麻烦收心了 你宣布的65到69岁的健保补助明年恢复 没有在施政报告里面 你去年跟前年宣布的 六年之内效效有优多 没有在这份报告里面 你知不知道 官传局今年在跨年预算 居然编了超编7.5倍 从过去十年来的八百万 居然变成六千万 宣布论市重大变革 没有在市政报告里面 你只说你还债还债还债 你也没有在市政报告里面说 你住宅基金要举债多少 还债跟举债都要老实交代 不是吗 所以今天这份市政报告 没有报告的必要 因为市长告诉我们的重大政策 都没有在里面 如果每一次的市政报告 只是把上一次的 重新每边再换颜色再排版 是浪费市长浪费市府同仁 还有浪费市议员跟人民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议长 今天如果大家一位同仁 看完这份市政报告 真的觉得市长还有机会 需要再去重复报告 几个月前的内容吗 那这几个月来 科市长所有宣誓的新的东西 为什么都没有在这份市政报告里面 谢谢 请李静昌议员 喂 我表达一下 我对我们议会的同仁 两位同仁 我表达 最为崇敬的敬意 就是习巧钦议员跟罗志强议员 我认为他们忠于组织 忠于老板 在前两天的一个破文跟发言的言论 是值得我们政治人路所下法的对象 但是我今天说 我提供给我们一位同仁做参考 尤其国民党的一位议员同仁 其实刚才很多国民党的议员同仁在发言 你们显露很焦躁的心情 你们这种焦躁的心情 我说实在的 就像日本战国时代 明治光秀说了一句话 敌人在本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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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敌人在哪里你知道吗 你们敌人在吴敦力跟韩国瑜身上 你们可以反攻自行 为什么柯文哲今天会组一个台湾民众党 为什么郭台铭会给柯文哲有个 撑起来在台湾的一个政治的空间 小姐不要吵 这是我的发言时间 要大声我比你更大声 麦克翁给我关掉没有关系 我李建昌二十几年 我麦克翁都比人家大声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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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你们国民党的同仁就是这么焦躁 我李建昌花眼没有一分半钟 国民党的同仁不要这么焦躁 我说我很佩服徐晓鑫议员跟罗志祥议员 其他的国民党议员同仁不要这么焦躁 我再说一次 敌人在本能事 你们国民党的敌人在吴敦力跟韩国瑜 今天如果国民党没有韩国瑜的话 台湾不会这么乱 然后第二点 那个同仁不要这样子 不是关我屁事 因为你刚好在我的屁股后面 我说实在的 但是 我回应下我们同仁 我回应下我们王思坚议员同仁的说话 台湾民众党 不能把党部设在台北省政府 因为过去 台北省政府只有国民党的洋民党部在里面做运作 张泽洋秘书长 退休 马上要当台湾民政党的秘书长 我不看过一个政党 我认为 你现在这样的政治判断 张泽洋秘书长转论的民政党秘书长 就在明年的 总统 张泽洋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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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谢谢李议员点到我的名 但是我还是回到市政问题 来请教柯文哲市长 柯市長曾经说 蔡具园身边的人都贪污 那这句话當然很多人的批评 你要拿出證據來 那一方面我幫柯文哲提供一點證據 另外一方面也請柯文哲市政府 不要學習蔡英文 身邊的人都貪污 這句話我不怕被告 為什麼 什麼叫貪污 貪污的標準 我舉例給大家聽 在2011年的時候 我所擔任總統府的發言人 辭掉發言人 去接競選辦公室的副執行長 民進黨黨團控告我貪污 說我領總統府的薪水 然後去做選舉的事 檢方查了我一年 還我清白 不是說今天干總統府發言人 可以領薪水去做輔選的事 而是我根本就辭了以後 才去參與輔選的事情 所以同樣的 如果按照民進黨 當年告羅志強的標準 第一個頭號的貪官 就是陳菊 陳菊去年 輔選了多少次 拿著總統府秘書長的薪水 到處去輔選 同樣的 所以我呼應 柯文哲市長說 蔡英文身邊人都貪污 我不知道誰貪污 至少陳菊 按照民進黨的標準 就是貪污 所以這個標準 請用在台北市政府身上 請以當年馬英九 看待選務的一個標準 所有參與民眾黨的人 你要選擇你的政黨 選擇你的政治意見 那是你的自由 請你退出市政府 不要領市政府的薪水 去做輔選的事情 謝謝大家 好 接下來請陳建明議員 陳建明議員 議長 市長 各位同仁 我非常贊同 剛剛我們幾位同仁所講的話 也更希望柯市長 能夠做榜樣 給韓市長看 既然不選總統 要專心於市政 就應該把市政做好 要公私分明 我想這是一個最基本的理念 所以做好榜樣 讓最後一名看 我覺得這是必須要做到的 第二件事情 我必須要告訴柯市長 前兩天 我們在議會裡面 我們局處首長官員 來拜會議會 我們是很歡迎 你們來說明政策 但是 請你約束好你們的官員 來拜會議會的時候 服裝穿著請整齊 不要穿著一件T恤 就跑到議會來拜訪議員 下次再有這種情況 我們絕對把它轟出去 先給你們面子 下次再有這種情況 我們絕對把它轟出去 因為這代表對議會的尊重 如果你就穿件T恤 就到議會來拜訪議員 這是絕對不恰當的 所以第一個公私分明 第二個 在整個工作職位的表現上 應該恰如其分 我覺得你的團隊 應該再加點油 謝謝 現在請林國晨議員 林國晨議員 好 謝謝議長 市長 各位議會的同仁 我想剛剛吵到每一個人表示對市政報告 表示個人的意見 我發現到好像是在政論節目 我也認同 但是有一點 我們市議員跟市府的關係 本來監督 我想花言不管是花什麼言 我們都給予尊重 但是我還是要建議市長 有時候說實在的 這個建議有些要聽 有些要尊重 但是有些聽聽就好了 為什麼 第一 你選總統 今天你也很慘 但是 你不選總統 你主黨 你也很慘 為什麼 吃這個羊 吃那個羊 所以你的立場 我很同情 但是 我在這裡 我也認同 我們所有同事 質疑你 足台灣民眾黨的立場 但是 憲華 賦予你可以足黨 這是人民的自由 人民的權利 是民主國家的表現 但是 有少部分的人 加入台灣民眾黨 但是我還要再請教 我們柯市長 到底有沒有國民黨 還存在 或者 指責其他政黨 或者只有 你的團隊 只有台灣民眾黨 這個總是也要講清楚 不要只有指責台灣民眾黨啊 據我了解 還是有新黨的 還是有國民黨的 還是有其他政黨啊 還有民進黨啊 所以 這跟台灣民眾黨 跟你的市政有什麼關係嘛 所以這個 我也希望 有機會 市長 你也要把它講清楚嘛 但是 你說 無新市政 可是據我了解 台灣民眾黨 設在哪邊 我還不曉得 可是我市政府走來走去 也沒有看到 台灣民眾黨的黨部 設在市政府啊 有人質疑你 那當然我們要洗耳恭聽 可是 跟事實有出路的時候 我還是要建議 柯市長 該講清楚的要講清楚 到底台北市政府 有多少個民眾黨 台北市政府有多少個國民黨 有多少個民進黨 這些都要納入啊 那只有指責台灣民眾黨 我想 主黨 是你的權利 也是人民的保障 所以我是覺得啦 有人在批評你的無新市政 可是我很怪啊 我到哪邊都看到你走 你的市政行程都走得滿滿啊 所以我還是要建議市長 當然 議員的建議 我們要洗耳恭聽 好的 我們要納入 但是 如果你受委屈的 該講出來 還是要講出來 我還是覺得 選總統 還是會被罵 主黨 還是會被罵 最後 我要呼應你 市長把他做好 這是一個 好 時間到 接下來請 接下來請張范蘭議員 因為他們都第一次發言 對不起 好 議長 議會 各位同仁 我今天在這邊要提出來 就是說我們今天 市長的這個 台北市政府的市政報告 我不曉得市政府 是什麼時候送到我們議會來的 我記得我昨天下班之前 還沒有看到這一本 那我剛剛看了這一本 總共是249頁 坦白講 要把它唸完的話 真的是沒有兩個鐘頭 我看到讀不完 那今天早上送到議會來 那早上大家都有行程 我不知道啊 這個情況到底是要怎麼去處理 我想針對這個問題 是不是市長 等一下講一下 到底啊 我們市長現在已經 前國市長 縣市長的私自滿意度 已經是倒數第三 那麼只贏了 所謂的韓國瑜 那其實這個對台北市的榮耀 來講是一個很丟臉的一個事情 那當然市長到處趴趴走 也到處把你的光環 好像就是打光照亮到全台灣 無謂就是為了台灣民眾黨的生存 無謂就是為了郭柯王的這種 所謂的起義結盟 那我在這邊要特別提到的 民眾的眼睛是血亮的 大家看到柯市長 你到底有心施政還是無心施政 你應該跟大家講清楚 本期在這邊要非常嚴肅的提出這個問題 不能送了這本叫了無心意的這個實證報告書 而且極糾章的把它送出來 另外在這個當中又輸置一大堆 又輸置一大堆 這個都是臨時更正的嘛 那這個對議會的不夠尊重 那市長我想你大概都不知道 剛剛有一位的同仁提到了 樓市都掉滿地 那希望市長 你等一下就這個問題能夠去 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另外一點 就是黨政要分際啊 現在台灣民眾黨 我也知道台北市政府 因為有許多事務的同仁 已經加入台灣民眾黨 那黨政的分際 到底要如何去切割 上班下班 公事家事天下事 要如何去騎捨 我想這個都是前民關注的對象 也是前民關注的焦點 市長 你應該利用今天的市長實證報告 你在裡面是沒有提到這個政黨分際 我要在這邊特別提醒市長 等一下你做市長實證報告的時候 必須要特別注重提到你的 黨政分際的界限到底在哪裡 我想這個是大家很關鍵的一個議題 黨團議員 不要這麼焦躁 你們的敵人是蔡英文 她做得這麼爛 危害到中華民國 危害到自由民主法治 你們的敵人是蔡英文 然後議長另外一個 第一次發言的拜託好不好 以此不針對 因為我們都是議員 我們是質詢市政府 質詢行政單位 相關市政的問題 是好 是 好 是謝謝 請徐曉欣議員 在我這個被點名的來說一下好不好 我跟李議員不熟啦 我不知道你今天是在稱讚我呢 還是在害我 如果新潮流都用這種方式這麼陰險 我拜託大家 立委絕對都不要投給新潮流的 難怪柯文哲他要說 新潮流不倒台灣不會好 這是我們自己的家務 是輪不到你來說 如果你有邀請過 馬英九總統去幫你站台的話 你現在才有資格在這裡講 政治最讓人最討厭的地方 政客讓人最討厭的地方 就是在不對的時間 做不對的事情 這裡是台北市議會的殿堂 大家都在討論台北市政 不管是說台灣民眾黨 會不會讓台北市政的 很多東西變得延宕 或者是說有哪些局處首長 他會來會不會當不分區立委 影響市政 這些都是跟台北市政有關 請告訴我 剛才講的這些內容 所謂的稱讚我跟羅志強 跟台北市政有什麼關係 如果沒有關係你在這裡的發言 美其名是讚美台北市議員 你的同仁 實際上在羞辱我們兩個 你今天發言之前有問過我嗎 有問過羅志強嗎 有問過我們兩個說 你都需不需要你今天來幫我講話嗎 沒有 完全沒有 這就是你對議會同仁的尊重 跟對我們的支持嗎 今天如果民進黨 這麼支持馬英九前總統 以前的兩次選舉 會對他這個樣子嗎 做人要厚道 我跟羅志強是厚道的人 我們幫過馬英九總統這麼多年 所以他遇到挫折的時候 我們出來幫他講話 跟你是不一樣的 跟你們民進黨是不一樣 跟你們新潮流是不一樣的 台北市政 我還有時間議長 台北市政 市長 我們之前總質詢的時候 後來結束之後又開了會 一直講說違建要公開透明 可是你知道嗎 根本拆不掉 講好要拆的時間 一再的延遲 有公安問題的違章建築拆不掉 如果你今天未來想要當一個黨主席 你想要當一個好的市長 要有魄力 底下的人在幹什麼你知道嗎 未來如果這些局處首長 他們可能要去擔任不分區立委的時候 底下的公務人員 如果還是照著這個樣子去工作 違建都拆不掉 沒有效率 哪一些美化的數據跟你交叉 你都不知道 這樣子台北市政要如何有效率 如何來進步 我們每天如果台北市 不管是市議會或是市政府 大家在這個殿堂上面都在講政治的問題 我們怎麼對得起台北市民 難怪你的市政滿意度會低 可不可以請大家 不管是今天市府 不管是今天議會同仁 我們在這個殿堂裡面 我們就專心討論台北市政 不要隨便用你的嘴巴去消費別人 這是對其他人的一種不尊重跟羞辱 我不接受這樣子的讚美 好這個我想我們議會各位同仁 我想這個我們大家都針對這個市政來發言 也不在政黨的問題 這個最重要 我們同仁再不和諧 你怎麼會問市政府的問題嗎 好不好 那個請請會主席議員 議長各位同仁 剛剛發生了一點小插曲 我想我要說一下 我們過去議會有一些議員的質詢 其他議員會拿來當一個質詢的內容 後來我們有一個內規 就是議員的質詢是針對市政府 市政跟市府的官員 議員跟議員之間不能互相質詢 這是我們的內規 今天我秦惠珠的發言 我有我的言論自由 講了對講了錯 其他議員不能來質詢我秦惠珠 我們在議會的質詢 其他議員都不可以質詢跟討論 更何況是我們議員在外面講的話 或者是臉書上寫的文章 我們不可以在議事殿堂裡 針對其他議員 這樣的質詢跟文章來討論 所以李建昌議員 是我資深的好同事 但是剛剛我非常遺憾 他做了一個最壞 最不對 最政治不正確 最引起是非 最擾亂議事程序 最挑撥離間 最干擾議員情依的極大的錯誤的示範 現在政治的這個情勢越來越緊張 我請議長裁決 大家將來的發言要遵守議事規則 像李建昌剛剛的發言 是違反議會的內規議事規則 是極大的錯誤 以後請大家不要以李建昌剛剛這個錯誤的示範 為一個範本 我們大家互相尊重 給各位同仁報告 給各位同仁報告 這個我剛才給各位同仁報告過了 我們不再提個人 我們議員個人同仁的問題 也不再提政黨的問題 針對市政 好嗎 那個王文威議員 唉 議長 還有各位同仁 我覺得剛才的這一陣子 因為我在市長前面 看見他的這個臉上 本來是很繃得很緊的 突然變得柔和很多 這可能是他今天最大的收穫 但是 我們回到市政來 剛才很多的議員特別提到 今天是施政報告對不對 你重大的政策 有沒有在你施政報告裡面 還是你只是應付了事 想說你也不看嘛 或者你可能問政治的議題 市長也很忙 局所長也很忙 要選舉的要選舉 要服選的要服選 剛才有提到 市長很多重大政策 竟然沒有在施政報告裡面寫 所以市長你的重大政策算不算重大政策 第二點 如果市長一直沾沾自喜 而重視財政紀律問題 我覺得非常離譜的是 市長你知不知道中央 因為現在選舉到了 他有很多的政策買票 他在買票但是影響到我們地方的財政 要即將要廢除櫻花稅 台北市的影響是50億耶 50億 台北市這麼多 40億 不管40億 還是50億 沒事 他不是一定 反正大概這個區間 市長你都知道 你這個 施政報告 我們都不曉得你 你到時候 要這個會期 是我們重要的預算審查會期 你的預算要怎麼編法 當然 總要告訴你 我會給全額給你補足 這是嘴巴講 蛤 所以你為什麼不能在這個施政報告裡面說呢 施政報告我們議員不應該知道嗎 而且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我們有去所知 也要了解 可是既然在施政報告裡面 你知智不提 所以四五十億不是錢是不是 市長你真的很重視財政機率嗎 你真的是一個省錢市長嗎 你真的是一個還債市長嗎 還都是假的 所以 請 今天我們的施政報告 到底有沒有回到施政上來 待會市長要證明給我們看 好不好 不要讓他現在變得 好像做SPA一樣 很輕鬆 好像輕輕放過他了 好不好 好 謝謝 我們是不是開始 那個游組會議員 我剛剛跟市長報告說 你今天這個施政報告 有很多是已經不必要再講的 其中什麼 連什麼內湖有一個智慧路燈 這個你也要來講 這個不是重大施政啊 真的 一根路燈在那邊智慧型的 這個不叫施政報告啦 請你把剛剛我提的 那四項重要的施政報告 等一下在這邊也補充 說明 包括65到69歲 你要怎麼做 有多少錢 笑笑有幼托 要怎麼做 笑笑有幼托 這一本大本的都沒有啦 好不好 把重點報告進去 重複的東西都不要講了 我們非常期待你的施政報告 讓本黨團就很具體的希望我們市長在做施政報告以前 是不是可以回覆我們 你到底要不要選總統 遲早你都要宣布 何不就選現在 好好就說了 然後讓我們在監督市政的時候有個方向 第二個 本黨團也要求 是不是市長您在做施政報告以前 可不回覆我們所有的議會同仁 對於您的幕僚 事務官 政務官 未來有沒有可能會去參選立法委員 乃至於列入不分區立委 如果是 是不是應該請私 所以我請議長能夠尊重所有議會的同仁 在市長做施政報告以前 是不是能夠把這幾件事情釐清 再做報告 謝謝 那個我我認為還是給市長要施政報告之前 他順便報告好不好 可以吧 可以我們就請市長 還有我們議員剛才所質詢的問題 大概市長還是要分清 好啦好啦給他講給他講了啦 已經差一個小時了 不過議長還有各位議會同仁 我們還是要先報告 在這個 這一段時間 本府有來的幾個新的首長 首先要跟大家介紹 我們新任的主計處處長 他是從新北市的主計處長 來的鄭瑞澄先生 然後庭管處處長 相當年輕 李坤正 出國 那歲捐處處長 也是因為前任的處長 提早退休了 那這個新的處長 那這個新的處長 新的處長 新的處長 那剛才議員問了幾個問題 我來說明一下 第一點喔 這個對於我們的一些公務員 包括政府官 我們原則上都會依法行政 該請假的一定會請假的 那我也跟他們講說 如果在時間上 不能處理的 那該遲的要遲 這個我已經 我會講 我還是會依法行政 那 這個 總統大選的問題 坦白講 這個就是一個 你們有誰有聽過說 我要選總統 我常常覺得是這樣 這個 這個在科運街 在上那個專訪的時候 我常常講 其實 其實你們還是不太了解 柯文哲 為什麼 這個 我每次講說 很少有那一種 看過這麼多 生離死別的人 來當市長 這個推薦大家 那本《生死之間》 前半部可以看一看 那個就是我當 30年外科醫生 特別我當過17年 台大院外科教育病房主任 我有很特殊的人生觀 所以 其實大家都猜錯 大家不知道我在想什麼 每個人都以為我一定會選 其實我從頭到尾就不想選 當然你們問說 那你都不想選 你這段時間放來放去 在幹什麼 這個是這樣啦 對我來講 他是一個學習 一個人重要的學習 不過 不過這樣好 我們還是 先 市政報告 那我會試著把這個市政報告的內容 特別是 重要政策 半年內要做的重要政策 再跟大家講清楚一點 那如果大家還有疑問的話 也歡迎用等一下那個 質詢的時間 來回答 來詢問 我一定會實問實答 整個台北市的策略地圖 運行使命價值 跟八個主要的市政項目 還是沒有改變 我想這些東西都是相當基本的價值 你知道 我們大概說 如果有變更的話 我們會跟大家講 再沒有變更的話 這些都還是維持一定 所以在這個架構之下 來做整個市政的這種計畫 好處是有方向感 而且在預算分配的時候 會比較清楚說 我們到底目前的重點是什麼 那麼 在這一段時間 因為基於過去執政的 我們累積起來的經驗 我們現在做政策 不會很單一的去處理 我們用一包來處理 比方說 老人 小孩 或者青年 還有一個特別要我們要面對的 以循環經濟為原則的產業發展 這是我們讓來在整個市政規劃的時候 它是一個重點 因為這是新的經濟概念 我們引進來 那這樣最後目標還是要建構一個 移居永續城市 所以我們目前的政策 比較不會這樣零稅 你知道 我們還是用一包的概念來處理 首先 這個 循環經濟 事實上在去年的7月 我們就已經發表了 循環城市推動計畫的白皮書 那在這一年當中 事實上我們 台北市的這些首長 出國相當多 坦白講 我們這些出國 不管到英國、德國 那也是各國代表 在駐台代表處的協助 我們去看看 那帶來的 帶回很多經驗 我們在今年的8月已經發布了 循環經濟 實際如果要執行的話 它的策略是什麼 那大概分成不同的項目 分成四個方面來想 一個是 在計畫階段要怎麼做 還有 有效的節省資源的使用 本身就是循環經濟的概念 另外 將來這些資源回收 如何回收 還有回收要怎麼用 按照不同的項目再去做 來建構我們整個台北市 循環經濟的每一個政策的面向 例如 光電我們還是一路發展 實際上我們現在 台北市的 在市政府 空家的場地 光電的發電量 已經到22.87MW 你知道 那最終目標 這預計要到30 在未來的三年內 會再繼續增加到30 智慧路燈 從這圖很清楚 我們從去年開始 才大量實施 那將來我們大概也是一樣 該換的時候慢慢翻過去 所以這種 該亮的時候亮 不該亮的時候不要亮 你知道 這個智慧路燈 我們從去年開始做 在未來的時間內 把它完成 那有一個叫民生水資源再生中心 這是我們 將來 它是一個教育中心 另外 我們也建立一個 再生水的 處理的這種 使用 你知道 所以慢慢的 循環經濟 節能減碳 綠能 我想台北要成為一個 比較國際的文明城市 這還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原則 那 像這些圖片 像滴果菜市場 他們每天 有相當多量的這種 有機的這種 以前就是等於廢棄物 但是我們慢慢可以給它 序幕再利用 還有我們跟這個 很多葫蘆社 你知道 這種 剩下的食物 不要隨便丟掉 經過一種社會福利系統的連結 你知道 還可以相當有效的使用 台北市在禁用一次性餐具 相當成功 我想我們下一個 在今年年底 大概公家機關管得到的 禁用一次性餐具 紙盒 美奈米 這大概都會達到極限 之後我們下一個 大概要做的是 減少塑膠的使用 另外 住商節能 這也是我們繼續在推動 事實上 我們台北市政府自己 辦的重要的跨國的 conference 這種會議 就是我們目前每年 大概在三月舉辦的智慧城市展 那 包括這個街角的這種 智慧的這種垃圾站 無人車 事實上也透過這種 每年舉辦這種智慧城市的 國際會議 你知道 我們 讓台灣可以被世界看到 所以在過去這兩三年當中 我們常常得到很多獎 事實上我們也沒有特別拿出來 拿出來報導 我想主要並不是說我們在這段時間突然說 做得多好 我認為是因為我們透過智慧城市展 讓很多國外來看 你知道 我們讓他看到說 我們做哪些東西 那把這個訊息傳到國際上去 所以也增加了很多這種 國際對台北市智慧城市的評價 所以在這兩年當中 得了不少獎 那在這上面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 事實上 智慧城市長 有一個很大的目的 就是說我們把整個台北市 開放成所有ICT產業 進來做測試 所以事實上這個路燈的測試 重點不是說這個路燈測試 我們包括5G KIRSK 還有這個 傳統的CCTV 監視器他就只有看 我們現在慢慢的引進人工智慧 不管是控制交通 或是開這個停車格的這種收費 都會慢慢使用 事實上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讓台北市 作為所有ICT產業的試驗場所 這個沒有底 還相當成功 可是 這試驗成功以後 如何產業化或商業化 這才是我們未來兩三年內 要比較積極的去做 因為事實上 如果實驗做完以後 他沒有辦法產業化 我認為還不是很成功 所以我們在下一個階段 你知道 我們開放整個台北市 是作為全世界ICT產業的試驗場所 但是我們希望說 這個 實驗做完以後 他能夠進一步的產業化 這才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那 大概未來15到20年 台北市最重要的兩個都市建設 就是在這個上面要講的TOD跟EOD 目前台北市的捷運站有117個站 可是在過去30年 我們發展捷運 我說我們發展捷運三大失敗 第一個TOD失敗 TOD就是以交通為導向的都市計畫 我們過去從來沒有想過 如何建構在這種公共運輸上面 來做都市設計 那麼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當然在今年的1月4號 有公佈 這個申請開發許可地區的細部計畫 那在6月21號又發布了 開發許可申請注意要點 以前從來沒有想過說 把整個都市計畫是建構在公共運輸上面 那固然我們有發布了一些注意要點 是細部計畫 不過最重要還是要有四半計畫 所以目前我們有兩個四半計畫要展開 一個是士林站 一個是南港展覽館站 我們希望在這兩個地方 試驗這種所謂以公共運輸為導向的都市計畫 到底做起來會長什麼樣子 事實上是這樣 很多計畫 你沒有實際下去測試 還不曉得它到底效果怎麼樣 不過我認為台北市的交通要改善 大概最後還是要提高公共運輸 可是我要提高公共運輸的話 就是要整個都市計畫的概念要重新改變 我們必須重新建構一個以公共運輸為基礎的都市計畫 那在未來要怎麼做 坦白講我們會希望說在半年內 透過這個士林站跟南港展覽館站 這兩個試驗的地方 然後建構SOP 再推廣到其他117個捷運站 另外一個是EOD計畫 這E是Education 我要跟各位議員講 民國57年台灣開始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從57年大量增設國中到現在 今年是民國108年 所以剛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到今天有50年 大概 我們台北市236個學校 在未來15年 大概有70%的校舍要改建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那些校舍當年大量蓋的 到今天滿50年 所以在未來的時間 慢慢要退場 而且當年我們蓋校舍的時候 在921大立正之前 台灣的這種公共建設 並沒有考慮到防震的問題 那我們在將來你知道 學校的設立 不再是只有學校 它必須把這個社區所需要的公共的空間都倒進來 不管是脫嬰脫幼 脫老日間照顧中心 區民活動心 這些東西要引進來 那事實上 這也要謝謝這個 劉耀仁議員 有一次他跟我講到說 他是講孟甲學園 後來我們就想說 很好 因為孟甲學園有五個學校 我們整個以教育 以學校為導向的都市計畫重整 目前我們有兩個示範的基地 第一個就是孟甲學園 因為五個學校 另外一個是中校院區 一樣 我們這個醫院 本來是學校 事實上把它擴大到 包括學校、醫院、消防局、警察局 還有整個台北市的各種公務機關 將來我們現在想法是這樣 除了學校、消防局、警察局 或者是社會設置 它有地區性 按照地區去分配 其實台北市政府所有的 其他的這些公務機關 我們大概會花一段時間做總整理 將來把它匯整起來 因為合屬辦公效率會比較高 所以 我們在進行這個EOD計畫 醫院它不是只有學校 還包括其他整個公務機關 特別是消防局、警察局這些 所以我們一樣 因為這個計畫要怎麼做 我們現在還沒有很清楚的頭腦 所以我們在這一年內 半年內 我們會找這兩個來做示範 第一個就是孟甲學園在萬華 另外是中校院區 包括旁邊的那些市場 整個在重整 未來 20年 台北市整個都市計畫 大概最大的兩個project 就是TOD跟EOD 至於這個 以117個決運站 為導向都市計畫重整 以台北市236個學校 再加上一些公家建築機關 為導向的都市計畫重整 因為這裡有個很重要的概念 由內而外 由公而私 意思是說 從公家內部 往外部市人企業移動 當我們要去做這個都市計畫重整的時候 如果要去動民間的 相當困難 所以我們要動 我們能夠動 所以原則上為什麼我們也在講說 要動這個學校 跟這些公家機關 至於這兩個計畫 到底要怎麼做 事實上我們SOP 到現在還在建構當中 所以我們在TOD 就是市民站跟南港展覽館 作為做示範 因為總是要做以後 才能夠建構SOP EOD 我們就找孟甲學員跟中校院區來建構 那也希望說 在建構過程當中 我們開始建立EOD相關的SOP 那這個就是台北市 大概我認為在未來20年 最大的這個都市計畫的重整 那 公辦都庚 公畫都庚 我們已經畫了85處 有655個公頃 那事實上在 我第二次連任以後 你知道 我們把過去的這個所謂都庚工作站 再重整一遍 我認為還是要要求要有績效 所以設都庚工作站 就要看它到底 年底的時候還是要檢查成績 到底有沒有實際上有做了哪些都庚 不然 花了幾千萬下去 沒有看到成果 所以我們後來就把整個都庚工作站 有做一個重整 該整病的整病 那 另外公辦都庚有16處 這我們會做 另外一個是168專案 這個到現在為止 平均每個案子 是137個工作天 大概 這個對於那些營造商 建商來講 他對這應該 這個改革應該還是相當滿意 那我們在將來還是會繼續精進 讓整個公家的流程速度更快 海沙屋 我們目前有畫19個更新地區 過去因為海沙屋有延誤 本來市府在考慮說 要不要修改那些自治條例 就是把海沙屋的這個 隨著時間減少獎勵要去處理 不過後來我覺得是這樣 法律一旦公布不要輕易改 所以凡是那些因為時間拖太久 一些獎勵被拿掉的那些 我寧可做個案處理 但是母法不要動 因為母法一動 會讓大家更想拖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原則上是這樣 海沙屋的處理 如果因為時間過久 照到容積獎勵被減少 那些我們有幾個案子 我寧可那些個案處理 但是母法不要動 另外我們海沙屋 現在原則上是這樣 只要同意比例達到90% 我們視同168專案 意思就是說 我們就會更積極的去處理 同時我們在這裡 要對海沙屋的這種改建 台北市政府現在將來 會主動現場刊定 強制採取 也就是我們對海沙屋 市府在日後 在處理的時候 會採用更堅定的態度 不要說強硬 更堅定的態度 我覺得該處理還是要處理 東區門戶計畫 事實上 我們有監測 過去四年 台北市117個捷運站 每個捷運站出入人數的變化 後來發現 成長最多的是南港站 成長了89% 我認為 在未來一兩年內 會成長更多 所以 東區門戶計畫 你知道 到現在為止已經在進行狀況 我們可以說 大概在未來的兩年內 整個東區的這種 面貌絕對會完全翻轉 你知道嗎 那我們從這個 南港站的出入 那個捷運站的出入人數 你知道 已經上升89% 真的 我們認為在未來兩年 還會再成長更多 所以 大概南港是在 可見的這兩年內 應該是台北市 整個 發展最快的地方 包括我們這個南港區 全區通檢 在今年一月 已經公告 絕不絕絕 另外 我們在南港 有六個公共 社會住宅 總共有3175戶 前幾天 公民的社會住宅 我才去舉辦那個招租的記者會 事實上 因為南港在急速發展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在南港一定要留下 足夠的社會住宅 包括我們那個南港機場 還要蓋1400戶 這個他的戰略邏輯是這樣 如果我們在南港 包括這個北流 還有這個 這個 國家會展中心 南港生技發展中心 總統如果一設下去 然後很多人來上班的話 如果每天要一大堆人進來上班 下班再回去的話 保證南港交通會癱瘓 所以我們要記取那個內湖 在都市計畫發展的時候的缺失 你知道 今天內湖的交通就是 每天有15萬人進去上班 再15萬人下班 那個交通很難搞 所以我們在發展東區門路計畫的時候 就在裡面就已經準備好 足夠的那個社會住宅 大概目前喔 確定了齁 就是一定會蓋的有3175戶 我們希望說 將來在整個南港發展過程當中 在那地方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但是 我們大部分的年輕人齁 在那裡上班 就住在那裡 這樣才能夠減少交通流量 才會造成說 因為地區的發展 產生那個交通問題 所以我們在整個東區門路計畫裡面 特別喔 就設了6處的這個社會住宅的基地 那 其它的包括這個南港轉運站 東側的這個VOT案你知道齁 現在已經在公展了齁 陳公橋齁齁齁齁齁 在今年11月會 從四線道扩關到六線道會完工 北部流行音樂中心大概到年底的話 南基地也會完工 所以整個正式開幕估計是在明年4月到6月之間 北部流行音樂中心會正式開幕 南港生計過去的忠孝營區 這個目前正在省建造 那市府會用最大的力量去幫忙 讓它早一點開工 這個先預告明年的這個春節的時候 我們要比照當年拆忠孝橋引道 這個中正橋引道 因為這個牽涉到永和的交通流量 所以如果不用當年拆忠孝橋引道那個方法 恐怕沒有其他方法 因為這個要整個封橋 然後再用春節的時候 過年春節的時候最短的時間去把它拆掉 所以大概明年春節的時候 大概市政府大概有很多公務員 大概就不能放假 因為只有用那個方法 在春節最短的時間內 日夜趕工 比照當年拆忠孝橋的方法 去拆忠孝橋的高架 那個引道跟下面的那些市場 西區門戶計畫 到現在為止差不多 第一階段已經完成 我們看看第二階段還有哪些要做 在這上面 第一個 後站商圈 我態度是這樣 還是聽取在地的意見 我們也有準備錢 如果大家講得通 可以有共識 可以做這個幫他做 一萬一兔 我們有去跟鐵路局幫他代辦 所以我們希望說 將來一萬一兔的杜庚案 我們台北市政府的杜庚中心 就幫他代辦 因為叫鐵路局自己去開發 實在太麻煩了 也因為這樣 你知道 我們都不會要求說 要很多利益 我們原則希望是說 他可以開發就好 所以一萬一兔的杜庚案 由台北市政府會去幫鐵路局代辦 然後我們也要求 也因為這樣 我們希望一萬一兔 在年底的時候 就把圍牆打開 讓這個綠地可以大家使用 當然裡面有一些歷史建築 我們再把它圍起來這樣就好 所以我們希望說一萬一兔 在年底就可以 這個綠地就可以打開給大家使用 希望第一萬 就所謂的雙子星 那因為這個被判定有這個國安餘利 那當然 廠商不會束手就勤 所以目前卡在法院 那至於法院要走多久 這個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 所以我態度是這樣 現在講什麼都沒有用 等那個法院 不管從術院、抗告、假扣押 等到那些法律程序先跑完以後 我們再決定下一步怎麼做 那在這邊 市議會就職 反正設定地上權已經出去了 那就等廠商的開發計畫 北門郵局的公辦都庚 目前是中央在處理 但是我們已經表達 如果你們不想做或不能做的話 台北市政府的都庚中序隨時可以接手 那就看他們自己的決定 那延平南路的人行道環境 這個大概年底之前可以全部完工 另外一個是 那個台大捷運站 到我們台大的新大樓 底下那個地下的人行通道 那目前正在規劃 我想在這一兩年內 我們應該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會開工 所以西區門路計畫 大概還有一個是鐵路警察局 年底我們會幫他 等那個鐵路警察局 搬到南港車站以後 我們就很快的把它拆掉 那把它做成公園 所以目前整個西區門路計畫 大概陸陸續續都在處理 唯一剩下還沒搞定的就是雙擊性 其他大概都差不多已經完成了 翡翠水庫專管 這個已經開工了 這個要花20億 其中中央補助8億 我們台北市政府出12億 我算過 這20億還是要花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每次那個 南四溪濁度上升 造成我們處理那個自來水 成本又上升 因為濁度上升 要把它弄乾淨 加一大堆程序 這要花很多錢 那將來如果這個 南四溪的水變濁的時候 你知道 我們就不要從南四溪淨水 直接從這個翡翠水庫 比較乾淨的水 到淨水場去處理 單單這個處理這個 淨水的這個成本下降 你知道 我相信在20年內 甚至都有機會 你知道 就毀本那個 這一條翡翠水庫的專管 所以這翡翠水庫專管 可以確保將來 台北市不會 因為台風 或是這個強降雨 造成這個水變濁的問題 事實上 就經濟成本上來看的話 你知道 處理濁水本身就要成本 所以用翡翠的這個專管 也可以減少這個 處理濁水的成本 那另外 我們希望說 我們要開始推這個 智慧三表 包括智慧電表 智慧水表 智慧瓦斯表 智慧水表明年預計要 撞三萬戶 要開始啟動 電動公車 我也承認 我們在台北市 電動公車的發展比較慢 不過後來主要是這樣 因為這個 2019年 交通部補助電動公車的 專案計畫到現在還沒搞定 所以業者也不敢亂動 所以我們是這樣 我們還是 因為這個電動公車 在目前還是需要補助 還有辦法做 所以當中央對這個補助案搞不定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辦法做相應對應的活動 所以這個大概還是 目前我們整個電動公車的進度有點慢一點 OK 那滴滴板公車 預計到110年 三千輛的公車都改成滴滴板公車 另外一個 跟大家介紹一個小發明 以前我們那個站牌 要智慧站牌 可是問題智慧站牌要電 要接電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讓所有 台北市幾千個帳牌 全部都可以接電 後來有人想出一個方法 他說很簡單 就在這個帳牌上面貼QR Code 你只要手機直接看 就連接 就在手機上 就有那個智慧公車的功能 所以這個是一個小小的創建 可是它可以解決 我們本來原定計畫 所有的公車帳牌都要去接電線 我那個不知道搞到哪一年 現在QR Code就貼一貼 只要會用手機就可以解決掉 另外我們那個公車現在改成 上下都要刷 我想這個對我們那個悠遊卡 收集資料會相當有幫忙 所以這個上下車刷卡 對建構整個智慧城市的基礎 這是基礎工程 上線實施以來 到現在為止 好像民眾也還蠻能夠接受 所以 大概現在實施狀況還算良好 四個U 跟大家講一下 就U Bike U Motor U Car U Parking U Bike 是從郝龍斌市長實在建構 還算 相當成功的一個 問題是U Bike 要進入2.0 那這U Bike 1.0跟2.0改版 還有一些技術問題 我們還在磨合 不過Anyway 等到這個確定以後 我們台北市 目前有400站的U Bike 有13000輛的腳踏車 等到2.0一上線以後 設站的條件會換寬 因為以前那個U Bike的站 一樣要接電很麻煩 我們將來都改成 直接用Internet去連接 所以U Bike 大概在未來一兩年內 U Bike 2.0的這個上線 大概是個重點 U Motor 我們到年底 估計有5700輛的摩托車會上線 那U Car是這樣 本來是希望他用電動車 不過還是太貴了 沒辦法 所以現在還是油電車 到年底左右大概會推300輛 另外 U Parking 我們大概一年會增加3600個隔位 所以過去 我們在公園蓋這個停車場 只要幾乎里長有要求 我們都會蓋 將來 我們就不會那麼容易 答應里長說 要在公園蓋這個停車場 我們認為 透過這個停車位的共享 你知道 也許台北市不需要那麼多的停車位 所以透過這個U Parking 這個計畫 我們大概希望說 每年可以增加3600個 至少3600個 那繼續推廣下去 所以共享交通 U Bike U Motor U Car U Parking 這個大概這四個 我們在未來一兩年會繼續推 捷運 環狀縣的中環段 估計在年底應該會通車 大概在12月到1月之間 因為這個還要旅看 確定時間還不曉得 不過大概就在年底左右 環狀縣的中環站會通車 新莊機場 大概在明年9月會完工 就是那個 那 信義東延縣 大概在2022年會完工 那另外 萬大縣一期正在蓋 那二期目前在行政院 合定財富計畫 那環狀縣的北環跟南環 這個行政已經核定了 目前整個捷運工程局 正在做西部規劃 另外我們希望說 環狀東環縣可以追上去 所以將來整個環狀縣是 一整體的來做規劃 這大概是目前 所以環狀縣 還是我們捷運 在未來的時間 第一優先 那我們大概 在八名以下的巷道 每年要花四億元去改善路面 那我們大概 在可見的時間 就一年四億 我們先編了大概五年 二十億 那臨體交通改善計畫 到今年的七月 已經完成了三百三十里 我們希望到明年 台北市四百五十六里 可以全部完成 完成以後 我們就開始第二階段 這個叫Revision 就再修整這樣 臨體交通改善計畫 是台北市一個文明的象徵 因為事實上有實施 林底下方改善計畫的理 車禍傷亡人數 在第一年下降四十七% 到第三年會下降六十% 所以很顯然 你知道 林底下方改善計畫 對整個台北市車禍傷亡人數的下降 是有幫忙的 這個是相當 台北市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市政建設 看起來不是很重大建設 但是累積起來 對整個台北市的市貌 整個城市的風貌 有很大的影響 市場 這個大概是到現在為止 我們比較成功的 大龍市場 年底會進駐 環南市場第一期工程 也是年底進駐 南門市場 這個中期市場已經完成了 那大概 預計在年底 就開工了 拆掉重建 我們預計在拆掉以後 我希望在三年半 可以再搬回來 成功市場 在今年的七月已經開工了 滴果菜市場跟魚市場 我們預計在年底 就開工了 所以目前這些大市場都在進行 下一個是東門市場 這個我已經指定 彭真森副市長 就專案在處理 因為東門市場 如果要改建的話 不是只有東門市場 旁邊的問題要一起處理 另外一個是北投市場 北投市場 如果決定不是拆掉重建的話 那大概就是改建 所以整個市場的大改造 我們目前正在 硬體的建設正在進行 不過更重要的是 市場的現代化 特別是無現金交易 我們現在到 今年的八月 25處的市場 有1300個攤商 11處的夜市 253個攤商 都開始提供電子支付 悠遊卡 到今年年底 應該那個 卡對卡的轉帳 這個大概會 應該到年底會完成 所以將來 一旦悠遊卡 這個電子支付 可以正式上線使用的時候 你知道 整個台北市的這個 這個 無現金交易 速度會更快 另外跟大家報告 我們236個學校 分成三個標案 你知道 我們要開始在學校 推這個 無現金交易 就是無人商店 我也認為 透過改變 22萬名學生的這種 交易的行為 你知道 應該很快的 在未來兩三年內 無現金交易 可以在台北成功 這個目前我們也是 如如荼的正在進行 共榮市遊戲場 我們已經完成46個 到年底 大概還要再增加6個 可以達到52個 那共榮市郵劇 這也是很多議員 很關心的 那我們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相當認真的在推廣 這個 去年 我們台北市 測那個金流量 2018比2017 增加了大概5.6% 相較於整個台灣GDP上升 不到2% 所以 事實上台北的金流量 沒有 比整個台灣的經濟發展還好 但是我們在檢視 台北市的金流量上升 上升最多的是哪個部門 你知道 就是那個餐飲跟旅館業 也就是說 你知道 台北市在過去 五千人以上活動 全部列館 你知道 透過台北市很多的這種 大型活動的進行 你知道 事實上台北市 在2018年 它的餐飲跟旅館業 是 營業也是上升9.2% 所以是 大量的人流 產生大量的金流 你知道 這也造成台北市 在經濟上面 沒有什麼 市容看起來 還算完整 沒有去傷到 我們來看看這些大型活動 你知道 像跨年 你知道 五十三萬 台北燈節大概四百萬 然後光之饗宴 有兩百零六萬人去看過 開災節有四萬人 大稻埕 情人節那天晚上 有十萬人在那裡 白座之夜 大概也有四十萬人次 這幾百萬人 你想想看 如果以那個 台北燈節 你知道 只要每個人花一千塊 這個就有四十億的商機 這也是為什麼西門町 會相當繁榮的原因 所以在將來 你知道 我們會繼續把台北市五千人以上的活動 全部列管 我們希望透過大量的 大量的這種 人流你知道 來拉動整個金流 可以維持在整個台灣 這個台北市的經濟發展 在一定的水準 所以這個是 我們會繼續做 另外 台北發系列 你知道 你看從茶發展 到這個內湖的夜鷹季 士林官邸的玉金香 陽明山花季 台北的杜鵌花季 到台北春季的玫瑰展 竹子湖的海魚季 到士林官邸的局長 你看最後一個 士林官邸那個局發展 展期十幾天 你知道 有進去看人有六十億萬 所以如果你知道 每個人花一千塊 那裡面就有六億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在這些台北花系列當中 你知道 目前就是像 杜鵑花季 跟玫瑰發展 你知道 目前去參與的人數 還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會想 我們會慢慢讓這些 花季 每一個活動 你知道 都能夠相當成功 帶來大量的人潮 你知道 我認為這個 對整個台北市的經濟發展 是有用 在其中 有一個最成功的案例 就是 那個 樂佛公園那個夜營祭 那個相當成功 所以因為這樣 你知道 我常常說 我們要獎勵 社區營造 成功的社區營造 我們要再加碼給他幫忙 所以那個公園 你知道 有一塊 有一塊公園 要徵收去建造 我們就會編譽算去給他做 城市博物館 目前全部移交給文化局去做 就把台北市分成五個 無圍牆的城市博物館 從新北投辣 城北 孟甲 大稻辰 城南 每一個都指定一個總監 去整個地區的文化相關活動 那也希望透過文化局 觀傳局 甚至其他相關局處的合作 你知道 讓台北市在不同的時間 在不同的地方 都辦這種活動 這就是城市博物館的目的 北流 剛才已經講過 南基地到今年12月就竣工了 估計明年4月到6月 一直監會政治營運 北義的話 雖然有工程倒閉 再重開 不過到目前為止 還算順利 工程沒有落後很多 我們預計 外牆是年底被完工 那裡面的內裝 大概到110年 第一季可以全部完工 賣死產業 這是觀傳局的一個 新開的重要業務 為了這個 我們成立一個專案辦公室 會產辦公室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一站式 跟專人服務 來發展這個台北市的賣死產業 那這是今年 在今年才開始去努力的推 那我們也希望檢查看看 看一年後 看成績怎麼樣 多元賽事 包括每年的華龍舟 像這個華龍舟 今年來參加的 大概就有7萬人 所以在大家河濱公園 你看到三天 有進去再出來的 就有7萬人 所以同樣的 7萬人如果在那個地方 每個人花1千塊 就7千萬 另外我們的 這個體育活動 大概今年我們還是陸續 現在要辦像四大運這種大規模的 大概困難 這個我們有一個計畫 在跟新北市合作 將來如果我們要辦 類似亞運這一種 我們目標是辦亞運 但是在過程當中 沒有辦法一次到位 所以辦那個比較小型的 國際型運動會 我們也希望說 不要說只有台北市 我們跟新北市合作 所以目前整個雙北 辦大型運動賽 我們會開始成立專案小組 來兩次合辦比較大型的運動會 那最終目標 看有一天 能不能在首都生活圈 舉辦亞運 這是我們的目標 內科之心 大概明年上半年就會開始營運 這是一個 在內科地區很重要的BOT案 內科大概目前產值是4兆 可是內科需要一個研發中心 所以所謂內科之心 簡單的講 這就是工研院 在台北的婚院 在內府的婚院 到目前為止 大概都還相當順利 大概明年上半年就會正式營運 我認為內科之心的成立 可以確保將來內科 每年4兆的產業可以維持住 因為產業還是有生老病死 也就是說如果不能一直更新的話 那個產業久了還是會掉下去 因為整個世界的產業變化相當快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 在內府要擺一個研發中心 才能夠維持現在 目前4兆產業的持續下去 那這個大概在明年上半年 就會正式營運 這是一個相比 到目前為止 一切都還算進行順利 東區你知道 事實上我們很誠實的去檢查數據 從台北市117個決運站 在過去四年當中 交通流量下降最多的就是中校復興站 下降6% 所以東區說有沒落 那在數字上是真的 那也因為這個問題 我們還是很誠實的去面對問題 那我們做了很多動作 包括這個重新給這個東區 有一個定位 那整個人形系統 還有一點我們希望說捷運地下街的活絡 帶來比較多的人潮 能不能讓地面上的這個東區也比較發展 那東區的商圈發展協會 在今年5月29號已經成立在運作 那陸陸續續包括公園 標線型人形道 一些我們都陸陸續續硬體在建造 那我們一開始會舉辦活動 把人潮帶進來 那我們反正到年底 看看我們整個在東區做的一些效果怎麼樣 那再來想下一步怎麼做 目前台北市 佔全台灣 外國直接投資的建數 從50.7上升到68.3 不過金額反而從52.6下降到50 這是這樣 因為台北市 進來的投資都是小建數 它不是那種蓋大的工廠 所以沒辦法 所以不過是這樣 在投資金額表面上看起來是50%的 不過它也佔了台灣一半 不過那個建數的增加 我認為它後面帶來的實際的金流量 應該會比那個50%高很多 所以我們大概在未來的時間 繼續讓台北成為一個 適合外國投資的一個地方 這我們會繼續努力 那也因為這樣 我們有成立一個ITO ITO就是 Invest Taipei Office 我們提供那些說外商要來台北市投資 有一個專案辦公室 所以我們設置一個重大投資平台 提供這個一戰式的服務 來打造企業這個投資協助的整合平台 那到成立以後到現在 我們已經有接觸285個案子 諮詢案 那已經有造成這個3.43億美元的投資 那這個辦公室 目前看起來表現還OK 我們會繼續給它維持 那也希望透過這個專案辦公室 來讓外國到台北市的投資 能夠進行順利 另外針對本國 我們有一個創業服務辦公室 那在過去五年 四年半來 我們雙13 就是補助超過13億 融資超過13億 那這個 表示說台北市 我們對新創產業還是滿友善的 另外我們有規劃22個新創基地 已經營運10個 那最近會營運的4個是哪4個 一個是南港平蓋工廠 再來是N24 再來是明倫智慧社宅 還有一個是內科之心 這4個大概在最近的時間內 大概在1年內 會再開幕使用 所以我們台北市還是把創新產業 當作一個很重要的 補導的項目 青銀共識 目前台北市大於65歲上人口是17點多% 大概再過4年會超過20% 我們檢查全亞洲 65歲以上就業人口 在台灣目前只有8% 可是在新加坡或日本會達到30% 也就是說 65歲退休這個概念要改變 所以老人就業 大概是未來幾年 我們整個不只是台灣 大概整個台灣要去 不只是只有台北 是整個台灣要面對的問題 因為我們目前台灣 就是65歲上就業人口只有8% 可是相對亞洲其他國家 多的已經到30%了 所以表示說 既然我們平均壽命可以到80歲以上 65歲就退休這個概念大概要改變 所以老人就業你知道 這要重新思考 可是老人就業的時候 他必須如何能夠跟年輕人 一起在職場上去 不管是競爭還是合作 這要思考 所以這個老人就業 是未來的一段時間內 必須去思考的重要政策 社會住宅 這個我們大概要做個重新的政策的調整 就是這樣 目標5萬戶不會改變 可是你看看我們現在這個報表 你知道 目前我們正在蓋的 有9291戶 到年底還會增加1466戶 也就是說你知道到年底的時候 都發局同時在蓋的公宅 會超過1萬戶 那我們現在想法是這樣 我覺得大概同時在蓋1萬戶 大概已經接近它的容量極限了 所以大概我們的策略是這樣 我們希望這個居住正義 社會住宅 不管將來誰當市長 這個政策要維持下去 也就是說 隨時大概維持1萬戶正在開工 然後就這樣一直蓋蓋蓋 蓋到5萬戶為止 這是一個比較務實的執政方式 所以過去再說我們要多短的時間內 要蓋到5萬戶 這個不切實際 目前都發局同時開工1萬戶 大概就已經接近他們的極限了 所以我在想 我們大概社會住宅的建造 我現在策略大概是這樣 維持1萬戶正在開工 按照這個速度一直蓋 蓋到滿5萬戶為止 那除了我們還在規劃中的2590戶以外 下一階段的社會住宅 我主張還是多元處理 我不認為要全部由政府來蓋 所以包括私校的退場 這恐怕是我們在思考 就是說是不是開始由民間來蓋 不見得要全部由政府來蓋 另外 除了社會住宅以外 我們還有出租國宅、平家住宅、老人住宅、中繼住宅 在未來的時間 我們會把這些還是慢慢 又一個一個拆掉重建 我們那個平宅 包括福民平宅 最近拆掉重建 將來就不再分 什麼出租國宅、平家住宅、老人住宅 全部都叫做社會住宅 所以以後我們的居住政策 大概只有兩個 一個叫社會住宅 一個叫租金補貼 社會住宅就是都發局管 反正不管 我就要收市價的85折 那個租金補貼由社會局去處理 這樣的話成本單位才會清除 才會整個帳看起來很亂 所以將來我們台北市 不會再分各種的什麼 各種宅 以後就只有一種叫社會住宅 那它的收費就是市價的85折 然後呢 如果有不同的身份要補貼的話 那就租金補貼 這由社會局另外去處理 按照它不同的收入 不同的每戶不同的人口數 去給它不同的補助 這樣的話 把成本單位分開以後 都發局的歸都發局 社會局的歸社會局 這樣會比較 整個運作會比較清楚 那這是大概我們在將來要做的 分級租金補貼 到去年底已經達到一萬一千戶了 我們大概在今年會達到一萬四千戶 我們的目標是要到兩萬戶 租金補貼 另外包租貸到現在只做了一千件 我們認為不是很成功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台北市超過十二個月 沒有住人的房子有三萬六千戶 結果只有一千戶會參加包租貸 表示說我們有很多空屋 還是沒有進入租屋市場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大概是這樣 明年開始你知道 單一且自住的房子 我們稅要從目前的1.0再降到0.6 本來自住的房子 它的稅是1.2% 我們已經降到1.0 明年要再降到0.6 單一且自住的房子 稅就是比較低 然後隨著你的負數越來越多 那個稅率就越來越高 但是如果你交給政府來做包租貸款的話 我允許你用0.6%的那個最低的稅率 也希望透過這個方法 透過稅制的稅率的改變 然後鼓勵那一些有比較多房子的 願意把他的房子交給政府來做包租貸款 這大概是我們目前的策略 社福基地 其實這比較複雜 我們目前用Google Map的方法 你知道 把台北市所有的社會福利 包括脫英脫幼 一些 用Google Map來計算 這樣我們可以很精確的計算 每一個地區 它的社福設施到底夠還是不夠 這樣的話 當每個里長在爭取的時候 我們才有清楚的數據來說 這個地方是不是應該要蓋 所以我們整個社福基地 有一個社福基地的Google Map 把全台北市的這個社福基地 用一個電腦的方式來計算 每一個地區有多少 什麼樣的 身上人口多少 他該不會 他目前的 那個社會福利設施有哪些 是不是可以 這個 有一個比較科學的基礎 可以來回答這些問題 這個老人問題 剛才議員有在問 明年1月1號開始 你知道 65歲以上的長輩 要恢復這個健保補助 這個政策 也利用這個機會 跟議員說明一下 本來我們是65歲以上就有補助 後來改成70歲以上才補助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一下子老人增加太多了 所以我如果要維持65歲以上的補助的話 你知道 再過4年我需要30億 即時是明年你知道 我本來是只有14億 我們為了要恢復 從70歲再恢復到65歲就補助 明年大概要編21億 那再過4年可能會增加到將近30億 因為齁 在過去幾年當中 台北市大概65歲以上的老人數 突然大量增加 不過齁 我個人的政治理念 不管在怎樣的資本主義國家 有兩樣要社會主義 一個是健保 一個是教育 所以我還是主張 不發重陽敬老金 把所有的錢挪去 先補助這個65歲以上的長輩的健保補助 那這個明年的1月1號開始14 這個大概是今年比較重大的老人政策 另外那個敬老卡480點 從這個3月起開始計程設備 每一次做補助50塊 那這個上升的相當快 使用的相當快 那另外從9月1號開始 那個480點可以去用運動中心的一些 有六項的運動設施 另外一個是教練會 因為我們是這樣 鼓勵辦那個訓練 那個體育系畢業的人 他可以去辦那個訓練會 像訓練的課程 他去參加的話 每一次可以補助50塊 我們希望這個敬老卡 我們敬老卡主要還是要用在交通跟運動 希望這個老人活動活動 要活就要動 這大概是 大概是我們還是我們的政策 所以 關於那個重陽敬老金 我的態度還是這樣 如果有錢的話 應該是先解決65歲上的敬老輔助 那在未來的這個2、3年內 這個金額上升還會相當快 因為我們65歲以上的老人 人數正在大快速的增加 這個大概最重要要增加到30億 所以我認為這個應該還是要優先處理 社區整合照顧計畫 包括居家醫療 這個 有些抱怨 但是我認為 聯合醫院還是要扮演社區醫院的角色 因為去當醫學中心沒有醫 也不需要去跟診所搶生意 所以他也是做社區醫療 所以這個居家醫療 我們還是會繼續 在做得到的範圍內 繼續做 脫嬰 目前有送 願意有送出去的 大概有73.89是可以參加 我們這個公共化的脫嬰 不過這個數字會是所以那麼高 事實上我們 如果一種人數算只有21% 但是說如果有送出來 他可以拿到公共化的這種補助的話 大概73% 這表示說我們大部分 兩歲以下的小朋友 還是家長自己在照顧 大概這個學期的 最重要的是這個計畫 公佑我們大概就維持這樣 特幼在兩年內 我們會100%給他達到特幼 因為我後來發現 這個特幼 私人沒有興趣 非營利也沒有興趣 所以還是要國家100%去承擔 特別是 我看到王敏珍 這個是你的證據 因為我後來真的發現 他有些特幼 就是說身上升 他去唸那個幼稚 他唸一年 強迫他說一年到了 你要去唸小學 他就是沒辦法 所以後來我們也覺得有道理 所以我有下令這個 教育局 特幼 就100%的國家來處理 所以我們這個特幼的名額增加最多 從300名要增加到416名 就等於增加1 3分之1 那希望這個特幼就100%的公家處理 那將來 那個 我們那些社會住宅 低樓層 原則上還是非營利 非營利 以半非營利為主 另外一個 今年比較大的改變就是 我們讓很多幼稚園 請他來參加我們的 準公共化幼稚園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政策 為什麼你知道 如果我們一下子公幼擴張太多 那外面的私立幼稚園就乾脆就倒閉掉了 所以我們不如就透過補助的方式 你知道 讓那外面的私立幼稚園 可以轉成我們公共化幼稚園 事實上對家長來講 他關心的是價格 這個我們有去做過民意調查 你問那個家長說你讀公幼 讀非營利 讀私幼 你的滿意度怎麼樣 後來發現沒有差 他對那個幼教品質沒有差 他的滿意度沒有差 他有差的是他價格不滿意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讓私幼 他的收費不要那麼高 我們把差額補掉 那問題就解決掉 所以大概 這個學期一開始大概是這樣 念公幼大概一個月兩千五 非營利一個月三千五 今天那個私立幼稚園轉成 準公共化大概四千五 你這三個都沒有抽到的 今天那個私立幼稚園 一學期補助你1366年 大概就是這樣 那目前喔 我們公幼非營利跟準公共化 加起來大概53% 沒有完全解決問題 因為目標是70% 不過至少啦 這個每年五月在抽籤的時候 會被家長罵的機會 就減少很多 不過我們希望說在未來的時間 我們是不是能夠讓更多的幼稚園 願意來參加準公共化 然後讓那個總數可以達到70% 大概目標是這樣 OK 這大概未來幾年我們大概 那今年已經有90個幼稚園 來參加我們 你知道 這個準公共化幼稚園 已經達到6264名 那我們大概 希望在這兩三年 未來兩三年內 可以增加到9700名 那如果可以達到這樣 全部加起來 大概就可以達到七成 所以有錢人要去念那個 雙語幼稚園 一個學籍要30萬 那就給他去念 不想去念那個 大概就是這個價格 公幼的2500 非營利的3500 準公共化4500 大概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 這個要 我們目前實驗教育 在我剛上任的時候 台北市幾乎沒有公家的實驗教育 那我也覺得實驗教育 它叫實驗 所以我們不敢照進 大概每年 增加一個到兩個學校 用這個速度慢慢增加 所以未來這個到109年 我們要參加實驗教育的學校 我們都已經排好了 大概就是這樣 比較有趣的是這個 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 從這個867人一直增加到2500個 坦白講 到底是要多少數量是最恰當的 我還不曉得 所以這個是要讓它繼續增加下去 這個我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我們還在觀察 因為這個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人數 在過去4年當中很明顯增加人數 到底增加到多少是最適當的 坦白講我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要且戰且守 所以目前我們實驗教育是這樣 採取一個比較穩健的態度 慢慢增加 且戰且守 這是目前的策略 雙語教育 這是台北市算在整個台灣 用公家的力量 投入雙語教育 我們大概是所有的縣市裡面 最勇敢的人 今年這個學期開始 我們有13個學校 明年會達到25個學校 再下去要怎麼發展 坦白講我也還不曉得 為什麼 因為有兩個因素 一個是老師從哪裡來 還有一個是教材怎麼變 老師從哪裡來 這個我們大概也是一樣 且戰且走 我們開始在建立這個 雙語正式師資的培育制度 這當然要跟那個師大 那些還去討論 所以我們這個雙語教育 後中兩個因素 一個是師資從哪裡來 另外一個教材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台北市有成立一個 雙語教育的中心 你知道嗎? 開始在製編教材 那這個學期有首先公佈了八側 第一年級的八側 所以在未來的時間 台北市發展雙語教育 大概在師資跟教材這兩樣 也是且戰且走 我們慢慢前進 那另外一個是國際文庭 大概有台美台家的高中雙學 雙高中雙聯學制 也有跟英國的 另外我們有參加那個叫IV 國際文庭的課程 這個我們讓他們慢慢 讓我們台北市的高中 跟美國加拿大 甚至英國 去產生國際連結 就是承認這個學位的制度 開始在建立 另外一個南洋北流 一開始我們只收兩個國家的 印度跟馬來西亞 不過在前一兩年 做起來好像還不錯 然後有很多學校也說 是不是要擴充到ICT以外的產業 所以我們也慢慢再擴張 那我們今年南洋北流 包括印度、印尼、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 總共收了45個 我現在的態度是這樣 只要對台灣的南向政策的經濟發展 有幫忙的 我們就願意擴充那個名額跟項目 這個也是一樣 且戰且走 另外一個是這樣 那個叫 那個日本學生 他們叫遊學 這個去年 日本的高中畢業生 來台北市畢業旅行的 有一萬七千人 這個要感謝 我們台北市這些高中職的 校長願意合作 你知道 這個數目我們已經多到 快要負擔不了 現在開始找新北市來幫忙 我覺得 鼓勵日本高中生 來台灣建立姐妹校 然後來台灣 畢業旅行 對中日 台日兩國 長期的外交 我覺得是有用的 因為他高中來台灣玩過 大學就會再來 以後還會再來 那這個我們也謝謝這個 台北市目前的高中職的校長 願意支持這個計畫 所以很明顯 你知道 從那個數字就看到 日本高中生來台灣 畢業旅行的 在過去兩年有大幅的增加 資會學校 這個到明年九月會全部完成 到明年九月 236個學校 全部校園無線網路 每個教室有兩個free wifi 國小三年級以上 全部有mobile device 更重要的 我們庫克雲 已經進入2.0了 然後我們開始建構那個 以網路為操作的 學校的這個 這個叫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就是說 親私生平台 這將來包括請假 點名 上下學的通知 全部都依法 這個是 我們還是在繼續進行當中 這個大概要花掉16億 那長照服務 這個廣池昨天才剛剛上涼 那萬榮大概 大概明年會開工 在最近也會開工 那道香跟秀山 正在規劃當中 那居家醫療也繼續在擴張當中 藥營喔 我看統計數字 台北市吸毒的人 到去年好像平掉了 沒有再繼續上升 主要是我們把吸毒的人 要當作病人 而不要當作犯人 來處理的話會比較有處理 所以目前喔 包括這個戒毒 還有這個 出獄以後的社會重建 整套的系統正在進行 所以目前看起來 台北市的吸毒 好像看起來人數沒有繼續再上升 大概平掉了 參與市預算喔 從這個表可以看出來 從1萬變6萬 12萬15萬 所以參與市預算在台北市 慢慢深耕 這要感謝民政局的努力 那i-voting喔 我們也沒有說 不要為i-voting要i-voting 有適合的case 我們還是會拿出來做投票 那公民參與喔 在台北市是慢慢再成功 這個到現在為止喔 我們到現在還不到五年啦 我們已經還債還570億 不過 我認為啦 這表示過去的變預算可能太忽然 我相信在未來的時間 沒有辦法再還那麼多錢 因為我們的預算越變越實在 另外一個是 我們的公宅喔 開始進入那個要大量 蓋公宅要大量花錢 所以我們過去四年半喔 可以還債還570億 我認為啦 在未來的時間 大概也沒有辦法再還那麼多 因為我們那個公宅 要開始要大量花錢 不過是這樣 我們還了570億 那個利息從29億降到7.32億 這個影響還蠻多的 另外一點啦 台北市政府的主要稅收還帶是 房屋稅跟地價稅 但是我們為了要解決 解決那個居住正義 我們明年喔 要規劃單一且自助的房屋稅 要降一半 大概會影響20萬戶 那這個大概還是會 要地震了 好 大概我們這個會影響20萬戶 還是有相當稅收的減少 所以我們大概未來的時間 沒有辦法再還那麼多的債 那招商喔 本來今年如果雙子星有標出去一定第一名 現在雙子星沒有了 這個會影響20萬戶 還是有相當稅收的減少 所以我們大概未來的時間 沒有辦法再還那麼多的債 那招商喔 本來今年如果雙子星有標出去一定第一名 現在雙子星沒有了 那就看著辦 大概拿不到第一名 那最後 拉拉扎扎的講一大堆 你知道齁 整個台北市政府的 願景使命核心價值齁 還是固定的啦 那我們就在這個策略地圖之下 繼續前進 好 謝謝大家 好 請這個市長請回座一下 我們休息10分鐘再開始 好不好 好 我們休息 好 好 好吧 可以 好,請各位就位 誒,資訊主呢? 你們有在內容嗎?沒有了?好,市長請 現在第一組資訊議員有吳沛議員、王敏森議員、陳慈惠議員、許家培議員 時間24分鐘,請開始 好,謝謝議長 市長,市長最近跟郭台銘董事長的關係還算不錯 那最近也跟郭董事長共同出席了一些公開場合 今天也跟郭董事長一起到新竹去拜廟吃早餐這樣子 那昨天呢,我們市府的顧問,蔡碧如顧問 陪同郭董事長跟王敬平院長的幕僚一起到中選會 會後,蔡碧如顧問有受訪 那表示說,柯市長會全力的輔選 那我想請問市長,這個意思是不是說 市長2020不會參選總統 市長在2020的總統候選人會全力的支持郭台銘董事長 是這個意思嗎 正確的講法是,我從來都沒有說過我要選總統 奇怪為什麼大家一直逼我去選 所以就是說你2020不會選總統 我沒有那個規劃 我只是人的人的,我根本沒有實質的規劃 那你會全力的支持郭台銘董事長選總統嗎 那不要說全力啦,我們現在是說 就是會支持啦 也不是,英文叫Favor,Favor就是比較 比較支持 比較支持,prefer 好,市長你的粉專齁,我一直在觀察你的粉專 在今年的8月10號,你的粉專的人數有211萬多 那到昨天晚上為止,變成197萬2000多 等於說這一個月間,市長的這個按讚的人數掉了14萬5000多人 那市長你覺得這個原因是什麼 這個,我上那個趙薩康的節目有講 這個是台灣已經面臨到極端政治 因為我後來有查過,我的粉絲是在20天內增加15萬 然後30天掉10,也差不多將近15萬 掉快15萬 所以這表示說很像極端氣候,來的快去的快 所以這整個台灣的政治版圖越來越不穩定 這是一個我們要去思考的問題 台灣的政治版圖這麼不穩定 所以就好像在面對極端氣候的時候 我們要建構韌性層次 所以在面對極端政治的時候 如果建構比較穩固的社會 這是我們也許在未來幾年要去思考的地方 所以那個市長有思考到 這可能是你的民調笑話有關係嗎 昨天那個天下雜誌也公布一份市長的民調 你也知道嗎 你只贏了盧秀燕市長跟韓國瑜市長 來到了倒數第三名 啊我記得我們都一起上任的啊2014年 我記得那時候那一兩年市長的聲望非常的好 每一次的不管是哪一家做的民調 你都是名列前茅 那你覺得這原因是什麼 沒有那個天下有一年是 第二年就調到21名啊 好像是倒數第二名啊 所以這個這也是一樣嘛 極端氣極端政治在柯文哲身上 看到了最大的示範 就是一下子暴漲一下暴跌 就是這樣 其實那個天下雜誌我有一年是倒數第二名 因為報告2016年就也是一樣 這個狀況 所以市長的解讀就是說 這就像有點像極端氣候放在你身上這樣 你不認為這是可能你自己的 的聲望 或是你自己的這個 明明這個市政的滿意度下滑的原因 其實我們自己觀察我自己觀察我認為 不管市長這段時間的網路的聲量 或者是市政滿意度等等的 種種跡象在顯示都是在往下走的 所以我今天前面跟市長講這些是 希望我還是要提醒市長啊 你還是我們的台北市長 接下來這三年多 我們還是希望市長能夠把市政做好做滿 心無旁物啊做好做慢 專心市政 可以嗎市長 可以啦這個 其實這個民調很奇怪 他如果算全國的民調他又最高 所以這個 老實講這個民調越來越難解讀 越來越難解讀 但是我還是認為這也是我們一個 對於自己民衆對於我們滿意度的一個依據啊 也是市長應該要正式去參考的一個數據這樣子 好 再來再跟市長討論一個市政的議題齁 就是社子島的問題 我想請問市長你有掌握到8月31號 有一個新的說明會 就是新的草案的說明會在社子島 你有掌握到當天的狀況嗎 那個李德權富密齁有跟我報告啦 社子島我覺得是這樣齁 終究還是要前進啦 就看哪些困難大家拿出來克服 市長那天其實是有一點紛爭的狀況 那我覺得因為我那天全程都在 我早上就坐在那邊 然後一直到大概快中午的時間 有一些紛爭的狀況 那我覺得 我覺得會有這種狀況 其實也是這些居民充分表現出 他們對市府的不信任感 不安全感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 其實今天柯市長提出社島開發這件事情 是想要來幫我們解決問題 可是那一天的狀況看下來 那天我相信應該是這五年 應該是最 就是狀況最不好 就是說 大家紛爭比較大的一次啦 所以我們是希望市府來解決問題 而不是來製造更多居民之間的分歧 那另外我還要再跟市長提一個 新的草案內容的一項 這個新訂的這個 涉及的限制啊 市長知道這個嗎 就是過去像周美 他過去涉及的限制也是適用在公告前兩個月 然後四子島現在新的涉及的限制 是訂在107年6月26 那我們覺得我們會認為說 我啦包括在地的居民都會認為說 這個限制的依據到底為何 你過去都是公告前兩個月 然後這個這件事情甚至是 過去從來沒有討論過 包括在我們聽眾會那天 也從來沒討論過了 到你的新的草案出來之後 蹦出一個這個107年6月26號 那其實這對 就像我知道市長 你們在這次新的草案放寬了一些條件 放寬了一些限制 可是又再訂了這個107年6月26號 等於是給了我們左手 砍了我們右手 影響到了民眾搞不好更多 沒有啦 四子島是這樣啦 原來住的人喔 我們當然是要給他的權利 我們現在就很怕那個 知道要開花趕快搬進來了 哇 那個有什麼應付 我曉得這個地震局長有跟我說明過 他們 你們訂這個107年6月26號 可能是想要防堵這些草房客等等 可是草房客 這個都是其實你們都可以去查的 你反而是去限制到更多居民的安置的條件 然後市長因為這個東西更細節 我希望說之後的可能我們的便當會 或者是我們的總質詢 有多一點時間 我會再來跟市長你討論 我再來跟你說明這些更細節的內容 但是我希望107年6月26號 這個限制啊 你們可以帶回去 不管地震局跟土開等等的 跟富蜜在做討論 那這都可以 其實這樣啦 我們當時會定這個就是說 怕那個知道說要開花以後 然後永進一大堆進來草房 對我知道這個當初 富蜜跟局長都有跟我說明過 可是你想要限制這些草房客 你想要防範這些草房客 可是反而限制了民眾 然後居民更多的安置的權益 這個我們甚至可以細算出一些 數據給市長參考 這樣好啦用數據來回答啦 如果議員可以幫我們整理說 是哪些人你知道 我們可以開便當會來討論 對所以我希望比較細節的部分 我們另外再做討論 只是想要提醒一下市長 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謝謝市長 謝謝時間暫停 好謝謝富蜜請回 市長 謝謝你對特幼重視啊 我想很多需要特幼教育的家長 真的會感激在心啊 那另外你剛剛在市政報告裡面有講到 說電動公車補助的部分 中央現在還搞不定 就我跟你講今天是9月11號 交通部在8月29號 兩個禮拜前已經發布了半個月 所謂電動大客車補助的作業要點 所以既然他已經整合了 交通部以及環保署的補助 我相信我們111年要達到400輛 這個目標要按照節奏 儘速去完成啦 否則我們台北市已經是所有電動公車裡面 最晚起步了 我現在住的地方每天都會看到 66號 66號的公車 就是全電動公車的路線 一個新的路線 我看到那個公車 我都像是看到自己的小孩一樣 就催生了三年才真的催生出來 我們台北市的第一輛電動公車 所以這個後續還是要加速的來進行 可以嗎 可以那個他大概近期會公布 那個補助的一些執行的一些細部計畫出來 好那講到66號公車呢 這個就是我要講的 前幾天記者打電話給我說 我們在好像是市長的會議當中 市政會議當中 講說Rumor 原本要規劃生態旅館這個案子 現在已經完全取消了對不對 正確的講法是這樣 因為那個站同時是捷運站 所以那個要共過 所以變成就是說 要跟那個捷運站 要不可以分開考慮 要一起考慮 所以這個後來我指定那個彭震生 所以市長 2014年 好玩兵把它拆掉 然後我還記得 你那時候在選舉的時候 我好像還陪你去那邊看過一次嘛 現在道縣禮儀任 也過去閒置了五年 我們中間也跟地方溝通了那麼久 然後最後訂一個生態旅館 我還為了這個 我還質詢了一整個總質詢 40分鐘的時間 去講整個動物園相關的發展 結果現在突然就沒了 不是不是沒了 那個變成要過去的 市長聽我講 我知道你在市政會 來把那個紀錄秀出來 你說要引以為見 如果認為有不妥的時候 應該要勇於舉手告知 這個案子走了多久 我們捷運難環段走了多久 怎麼會發生這個事 沒有人需要負責嗎 有 有嗎 我會處理 你會處理嗎 所以我就說 我今天不是要追究大家的責任 重要是這Rulmo 將來開發的方向是怎樣 這個我跟王議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 我是差不多三四個月前 市長說叫我接這個案 那我開會的結果 就剛剛議員所考量的 那我接辦的時候說 如果說財務計畫可行的話 原有的計畫我們就推 這是第一個 結果財務計畫不管是BOTOT說不可行 因為他的智場率低於一 而且低得非常多 對 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他工程 因為從民國一百五十年到 一百零五年到現在 因為一直開會 也有議員的意見 還有這個 多次的民意代表意見 所以集合起來那個東西 就不是王議員所講的Rulmo 就裡面也有音樂聽 那怎樣 所以變得說 這個要如何去定位 好 那早上我跟交易局局長 還有動物園的副委員長來 我會從頭 把一百零五選手規劃案 做一個通盤的考量 這是第一個 來 下一張 我要告訴大家 二零一七年的五月 對 市長就說過一句話 這麼大的一個開發案 可還會納入到三貓計畫 你叫他去主折 講那一句話 我紅線有把它框起來 這就是一直在講的啊 從二零一七年的五月 交給動物園 然後動物園去發了一個評估案 結果他怎麼有辦法呢 所以我才在總質詢的時候說 這個是必須要是輔集單位 我們文山區現在這一塊 是僅存的一塊大型的基地 可以作為開發 這麼草率去處理 對 我知道 那 我問副事長 我們從拆掉到現在已經五年了 一個頂都沒有 對 我跟你講那一天 決運局長來拜訪我的時候 我說共構 是共構到多 要用到多大面積 局長你可以自己講啊 他只是在那邊設一個出入口耶 不不不不不 所以其實不是因為你們的會議結論 說是一個出入口要共構 其實就是財務不可行嘛 那財務為什麼在評估的過程中 為什麼不知道不可行呢 自償率那麼低 甚至我就 我在總質詢的時候就講了嘛 所以才副市長來主持嘛 對不對 我說你一個生態旅館八千塊 結果是用一個小櫥窗看小動物 比起六福村 他可以開窗走到陽台 就看到長頸路 人家也是八千塊 我們的優勢怎麼可能比他還高 對 所以這個自償性想也知道一定有問題 對 所以這個今天沒有了 那我想問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 到底要至少要設定一個目標 不是說我這個 現在不適宜開發就算了 這個是分兩方面來講 工程技術上 他是有一點困難的 就是說我也跟捷運局講說 你的共構雖然只是一個擋土牆 但是他擋土牆 因為原有的停車場的結構 已經是海沙了 要全部拆掉 那拆掉以後擋土牆做的時候 為什麼不把原有的 外面擋土牆還有基礎先做起來 我們現在初步是這樣決定 然後早上跟教育局講說 到底你是要八樓到十樓 我可以考量給你蓋到十樓 但是這段時間你要 我會幫助他把內涵 把它固定 市長我聽你這樣講齁 整個停車場又要拆掉又要做 一定是要拆掉的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你想想看 那到底要確定到什麼時候 然後才有辦法去做整個西部設計 方向定了做西部設計 然後再到洞工 再到施工 再到完工 那個是要 因為一百一十六年 捷運局的車站才會完成 所以我是希望教育局 一百一十四年的時候 要去決定說 你這個豬莫到底內涵要做什麼 那我問一下 局長 我們現在那個所謂的出入口 西部設計什麼時候發爆 我們出入口西部設計 七月開始 要做到明年頂 對啊 要西部設計了 副市長 對啊 我知道 可是這樣不能說市長在急降 沒關係 時間有限 我的意思就是說 方向上當然地方很多意見 現在就要討論的就是說 要有一個具體的定位方向 地方上現在有意見說要做 比如說我們木柵地區很缺乏大賣場 有里長提出這樣的意見 對 甚至有說 是不是要有實驗劇場 展演場域啦 或是地方創生中心等等 這可能都包括所謂的財務規劃 以及交通衝擊的問題 這都不是動物園 甚至是一個教育局有辦法主導 這已經是跨局處了 所以這個副市長你要 輔級單位主導 才有辦法去整合 去協調溝通 拜託 或者甚至是交給財政局來管理 不是說土地現在是教育局的 然後就教育局去負責 動物園的動物園負責 是不是我們要有一個整體的方向 另外我再提一個方向 既然動物園以及三貓 其實我們說那個是一個親子休憩的場所 是不是那邊不一定是要 要以開發建築主體為主 你知道嗎 變起初啦 是不是他把它規劃是 比如說你可以一個大型的公共戶外的兒童遊戲場 把它變成是一個親子油氣的場域 這個也是一個方向 我現在就是提供這個方向 我們還有很多時間可以來做西部討論 但最重要就是說 要趕快 趕快 好不好 不要拖 趕快 要不然那邊那塊地 我們討論的五年 處理的五年到現在都還沒結果 好不好 拜託市長 拜託副市長 拜託我們相關單位 謝謝 市長 今年七月的時候 台中有市議員發現台中有多處的地點 裝設了中國海康威視 監視器 引起社會的關注跟嘩然 台中市政府隨即就請廠商 在十九日就開始拆除 全面拆除撤換 市長知道這件事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好 市長那我跟你說 去年八月的時候 美國國會已經立法 禁止政府機關採購 這個包括海康思維 中國的大華科技 的這些監視器 原因是因為他們認為 這些監視器有可能是 受控制的通信設備 或者服務 市長你知道這件事嗎 不清楚 不知道 沒關係我跟你說 市長 這些監視器之所以列為黑名單 不只是因為它是中國製造 這個海康威視的監視器 2016年就有報導 它的這個數位資訊 有可能會去直通 中共的情報指揮中樞 引起包括美國 英國 澳國很多國家高度的重視 那市長 你覺得這樣子的監視器 你覺得這樣子的監視器 我們台北市政府適合來採購嗎 對 我們看看 看就按照中央的標準 沒有 你不要說中央的標準 你這不一定要等到立法 你才能來行為 我是問你說 對於這樣子具有資安危險 資安疑慮的中國製監視器 海康威這個公司怎麼樣 你知道 這個公司它有四成的股權 是中國信息產業部的央企 而且海康威視的負責人 是中共人民大會的代表 海康威視它最大的客戶之一 就是中國國防部 認為這樣子的廠商 我們台北市政府適合 由政府來引進 具有資安疑慮的中國監視器 近來在我們台北市的市區內 在我們大街小巷 在我們住宅區周遭 每一天24小時來監視我們台北市民嗎 是 報告一座 這些具有風險的ICT的設備 我們目前跟行政院治安處那邊 都有積極在討論 市長我告訴你 現在台北市政府 我們有哪些局數有採購這些監視器 市長你知道嗎 採購有多少數量 設置在什麼位置 目前這些設備大概有 一百七十個左右 一百七十幾支 將近兩百支 市長我告訴你 包含警察局 包含環保局 包含消防局 產發局 都發局 還有我們的區公所 都有採購這些 中國有資安疑慮的監視器 市長 你覺得這是不需要全面調查 全面檢討 全面汰換 我們現在有全面在列管 然後我們先做那個 區域的切割 然後我們也在跟那個 資安處那邊 希望他們就危害國家安全的 市長我能不能在這邊 拜託市長也要求市長 先就台北市 目前我們市區內 到底有多少的地方 設置了這些 有資安疑慮的中國監視器 做一個全面的徹查 也請你們全面的檢討 全面的汰換 能不能這樣子要求市長 可以 好 市長謝謝 好 市長 這個簡報請先到下一張 市長請你看一下 這些是你過去發言的言論 市長我要跟你說 因為這些言論真的太可怕了 其實我不想再重述一遍 那過去市長的這些發言 很多人認為你這樣的發言 是具有性別歧視 甚至是具有性別霸凌 而且對於肥胖者 或是不同體位的人 有這樣子的霸凌的意涵 市長 你從來不曾為這些言語 進行道歉 是你主觀上 有沒有認為你在進行歧視 該改變我們會改進 這個還在上姓評課程 市長我知道 我知道你有上姓評課程 我就想要請問你 我今天其實無意在這裡 挖市長的倉巴 我也不是想給你挖坑 只是市長你同時身兼 台北市性評會 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的主委 我認為 作為台北市重要性評單位的主委 做出這樣性別歧視的言論 你應該公開道歉 沒有 這個 這個錯了就錯了 所以市長你認為這些言論是錯誤的 對阿 這個 不過有些 那你為什麼不道歉呢 為什麼人家問你的時候 你要說 這只是描述性的字眼 沒有阿 前面講了吧 但是後面有的是 我覺得那個有的是太過於 怎麼講 抓住一個字在倒就不太行 市長我今天只是想要提醒你 請看簡報的下一張 你剛剛說你有上課嗎 確實 這是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的一個政策 邀請我們台北市的這個政務官員 必須要來上性別的課程 在這些性別課程裡面 其實有告訴你 不管你的主觀上面 有沒有認為你在歧視 但是歧視是以當事人 或是受害人的感受來認定的 那我認為作為這個推動性別 平等的重要單位的主任委員 你本人 需要特別的具有性別意識 很多時候你感覺你沒有在歧視 那是因為你缺乏了性別意識 很多時候你感覺你沒有在貶低別人 那是因為你不知道什麼叫做污名 什麼叫做標籤化 市長你們女權促進委員會裡面的委員 也有質疑 為什麼過去幫你統計了一下 你上任以來16次的會議開 市長你記得你去了幾次嗎 很少 很少 你也知道很少 你只去了六四 三分之二的時間你是缺席的 那我不知道市長是潛意識在迴避 還是你認為 性別平等在你的業務裡面並不重要 在這邊 我想要請市長 能不能我今天不是要要求你道歉 我希望你在月底前 召開女性權益數據委員會的會議 然後主委的身份 主動提請你過去有關性別爭議 性別歧視爭議言論的討論案 你不用跟我討論 也不用跟網友討論 請你跟我們女權數據委員會裡面的 專業委員們來討論 由大家來評斷 你的這些發言 是不是涉及了性別歧視 可以嗎 這個 特別召開不用啦 就是下一次開會時候回去 上一次開會兩個禮拜之前 是蔡副市長主持的 市長我告訴你 那天因為你沒有去嘛 當天的會議就正在討論 如何防止性別歧視 但是可能因為你又沒有去開會了 所以你又再一次的 公然做出性別歧視的言論 市長 請召開會議 由你主動提起 專案討論案 請專業的問題 專業解決 由專業委員們來跟你討論 你的言論是否涉及性別歧視 可以嗎 現在是會議我會去 現在是會議我會去 市長之後一點時間 我想要送你一段話 這個是市長知道 曾經台灣有一個 在屏東的國中生 他叫做葉勇志嗎 誰啊 葉勇志 葉勇志是曾經一個台灣的國中生 因為他的性別其實遭到霸凌 而離開生命的一個 年輕的少年 他的媽媽在他身後 給這個社會一段鼓勵的話 他說 孩子們你們不要哭 你們沒有錯 我們要向著陽光 爭取我們的權利 市長 今天我們沒有要求你要現身 挺身為性別 兩性爭取權利 我只要求你 我拜託你 請求你 你不要省為吞噬這些陽光的黑暗力量 可以嗎 所以 時間到 謝謝 現在請第二組質詢議員 由王浩議員 市長 我還是那個習慣 我問你就是你一個人 我不喜歡 美國區邀請的人上台 我們來看看我給你接觸的這將近九個月來 我個人對你施政的一個評價 我們看下面第一張的投影 下面這一句話 是你經常放在嘴邊的 可是我覺得真的放在嘴邊 兩邊放 根本沒有用 我反而覺得 中間上面寫的這個隨便擺中間 可能是你跟你的市府團隊 真正常常在做事的一個態度 那你一定會想說 那我平時會這樣指責你 那我們就找 我喜歡找事實來跟你談 我們來看下面的事情 你在過去這四年 不管在媒體 或者在議會 甚至在市政府 你非常炫耀的事情 就是你對財務控管 流程的這個嚴謹 市長對不對 對 OK好 這個是我 從過去跟市府的接觸 跟問的主題之後 大概好 這是一個市政府的單位 如果說 他要能夠把他的預算書 送到議會來的話 一定要經過了這五個流程 沒有錯吧 對 如果在這五個流程當中 你覺得有肥肉 該不該用的錢 你的態度是什麼 切掉就好了 切掉就好了 那你說的話你要兌現 我們來看下一張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水的預算用不完 好 這是劍報的一個質詢 這個質詢 因為報紙寫 我們常常現在跟你一樣 我有地方也不太相信 因為他不會把我們講的東西都寫完 那我們來看看 警察局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來 看下一張 請你看一下 對於剩下的比例 竟然高達了將近60% 柯文哲 你的驕傲在哪裡 你的控管在哪裡 招頭髮沒有用 這是鐵蒸蒸的事實 這也是台北市議會 在你強行要這麼多預算的時候 用成這德心一樣 不是警察局 刻意要用 是因為你都不讓他們用 他左省右省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文山一分局 電費永遠不夠 不是今年 這連續過去四年 松山分局 年年劫餘 你也沒有刪減啊 這都是肥肉啊 你是外科醫生 腫瘤長在那裡 長了四年 你給他越長越大 你有動刀嗎 你眼鏡在那換啊 你的主機署長 梁柚菊 混蛋 我沒有看過這麼爛的主機署長 現在這個 我告訴你 他要承受 所有主機署留下的罪孽 我這個會期 我不是只有在民政 你六個委員會 我跟你講 我會拿官刀來砍你的肥肉 我在台北市議會 最大一筆預算 我一次砍一百五十億 當年的新 當年的信義線 當時編了一千億 我一刀砍了八五十億 就砍了一百五十億 所有人都抗議說 議員你砍太多了吧 我說你叫捷運局長自己上台 他們的工程都是多少錢決標 報議員都是八五十億 那很簡單就是八百五十億 今天編了這麼多錢 你自許你是一個控管預算的專家 我跟你談東西不跟你扯皮 只跟你講 這都是你眼皮底下經過的東西 你的主機是昏了死了睡著了 沒有喔 不是只有他喔 來我們再看下一張 體育局 我上個會期總質詢我就跟你講了 你有印象吧 這個我們可以講 好 市長你不要急 請你看一下 他當年 他在辦四大運的業務費 他節餘了多少錢 他憑什麼去動用你的二倍 他節餘了一億兩千萬 是他的業務費太多 還是你的二倍太多 你怎麼說 這不是肥肉 預算 我跟柯市長你報告 你絕對不是專家 你在台大醫院 你僅僅只有醫術 你沒有管理的能力 我在上個會期總質詢已經告訴過你一次了 這些人站在這裡 都是你的幕僚 也是你的骨工 可是你在市政府 都是我柯文哲說了算 這些東西都是你說了算 才出了門的 今年台北市政府的預算書 是上個禮拜送來台北市議會的 趙網曆是一個月之前要送到 請你告訴我為什麼出了門 就是你一再還要再砍 一再還要再刪 三不完砍不完 所以說到三個禮拜你再送來 對 對我告訴你 你砍的不會給我砍的多 你等整預算書看 你每一個局數我都會砍 我砍的比你局數砍的還準 下去只有肥肉不會有瘦肉 你要虛心的去接受你專業幕僚的建議 不要以為省錢是上策 可是這是我跟你最真心的 好時間到 接下來由第三組質詢 由劉耀仁議員 洪健議員 楊昭雄議員 時間18分鐘 請開始 來 光宗 先把這個東西給市長 時間暫停一下 柯文哲 柯市長 我希望你待會兩層你都把他打開 你把紙條拿出來唸一下吧 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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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正道市民之福 市長 滿意度調查 你是倒數的 靜培莫作 專心市政 回歸正道 市民之福 台北市民選你 不就是要這樣而已嗎 對不對 對 郭台銘去找人家 拜訪寫的那16個字的真言 對你沒有幫助 但我洪健一天告訴你 何澄清何時 台北市政府 居然有辦法滿意度調查 是敬培莫作 你算第一個 我沒有莫作 倒數第幾 你還要爭嗎 最差的在選總統 最差選總統 所以你比他好兩個就很好了 柯市長 你要不要臉 我來我來我來 這種話你都講得下去喔 我那最差的在選總統 你倒數第三名 你從國小到高中大學都第一名 不過議員那個很奇怪 那個如果做全國滿意度 我是超高的 市長啊 我只是要好心告訴你 選舉幾選舉 反正你確定不選了嘛 對不對 你有沒有確定不選 應該是 也來不及準備 好來好 我們假設你確定不選 我拜託你回歸台北市政 我很認真 我每天都很認真 希望你真的很認真 好 看下一頁 希望再提醒你 敬培莫作 專心市政 回歸正道 市民之福 這也是柯媽媽請求要求你做的事情 對不對 好 市長 從你上任開始 女權權益促進委員會 你是不是著急了 主委 主委嘛 你記不記得你曾經在裡面說過什麼話 不記得 對 那你認不認為人與人之間要彼此互相尊重 說話要信守承諾 對 對來看一下 104年 2月13號 柯文哲 你在上面有寫說 我是個很勤勞的人 決議 在下面我也幫你框起來了 柯主委 柯主任委員任內至少將近一半以上 女委會委員會議你會主持一半以上 你有沒有做到 好像有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市長 你不是答應做到一半嗎 盡量盡量 不是啦 你在講話怎麼可以 你做一個市長在講話盡量盡量 一半一半 不然你就不要下紀錄啊 難怪剛才有議員說你啊 就會呼籠啊 你從頭到尾 只去過了幾次啊 33% 18場去了6場而已 你還說一半以上 這是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 你常常公開對女性不尊重 但最起碼這個你要去吧 好啊盡量盡量 盡量是會還是不會 我會通知那個行程小組 把他排進去 所以你認為33%很好啊 可以改進啊 可以再進步 那姓平教育委員會呢 姓平好像是每年要上課 我們都利用那個 那個市政會議前面的那個 那個演講來上 因為讓所有的首長都可以上 齊政委 33%你很滿意 這個只有16% 姓平教育委員會 你從104年到108年 18場你只去過3場 你告訴我 你一口一方面說 你要尊重女性 要尊重平權 啊你才去3場呢 姓平教育 姓平教育主任委員會 我查查看 姓平教育委員會啊 最好笑的市長 前面兩個33% 16%你已經浪費了 你再看看下一頁 你今天po的FB 這個男人也許會遲到 但從不缺席 好諷刺喔 不會啦 我會努力達到50% 可以啦 這個可以啦 這個男人 也許會遲到 但從不缺席 女性權益委員會 33% 18場只去了6場 姓平委員會 18場只去了3場 好好這個這個 這個可以 沒有啦 一張 我知道你很不容易 沒有啦 又要當民眾黨 黨主席 沒有啦 又要派任 不分區立委 又要派任 秘書長 又要從市政府喬人事到你那邊去 你好忙啊 但是做不到就不要講 你要不要專心示證一下 內 沒有啦 我只有那兩個委員會會比較少去 所以你還是起事女性嗎?應該不是吧 不是啦 那個... 性評委員會 女性權益委員會 阿你都罵我自己啊 好啦好啦 那個我想辦法去 所以你是尊重女性 對我很怕我太太 尊重平權 對不對 那你一半以上就好 我不要求你百分之百 然後你這個FP要不要撤掉 不用啦 我還是會大部分的會我都有到 我只有你只能講我那兩個會 其他我大部分都自己主持 喔 所以這個男人也許會遲到 你是在消遣韓國瑜嗎 不要引誘我講他壞話 你在消遣韓國瑜嘛對不對 但從不缺席 市長啊 我今天好意思是告訴你 你應該回歸台北市政理 這像我肺腑之言 你不要枉顧了台北市民對你的期待 不管你要不要選總統 你還是要回歸市政 憤氣抓好 我是一個不想罵你的人 沒問題啦 但是你承諾到的就要做 好啦好啦 好時間暫停 市長我沒有月餅送你啦 因為我覺得 那麼多人送你了 應該吃 你應該吃不完吃不完啦 欸市長你以為 我要就說每天都七點半就上班 七點半沒錯吧 七點半 欸不簡單欸 真的七點半上班真的不容易 你至少 大概五六點就要起床了嘛 那今天特別早 因為我要回你的故鄉新竹 陪這個郭董拜拜 六點到 所以坦白講 你的意志力也非常的堅強 齁 那所以說 零零種種的很多政績 我也不能說你不做事情啦 沒有做事情 沒有政績 嗡嗡嗡 做工 還是有一些成績出來啦 齁 不過我們就要看說 那到底為什麼 現在看起來 你的整個評比 好像不這麼好 好 那我先想一下 那我會從歷史的眾生 來跟你們做分享 好 讓注意來看喔 如果歷屆民選的市長來看齁 一個陳水扁市長沒有連任 但是他至少在洩爛之前的 滿意度 七成的我 不簡單 齁 我也跟您說明一下 我查了一下 馬英九在第二屆 第二任的時候的隔年 就是你這一年啦 所謂的第五年 他的滿意度都有六成 郝龍斌稍微差了一點 他跟你一樣 在這個時候 他在天下雜誌 也是倒數第三名啦 好像同樣的宿命耶 你也是倒數第三名 但是我倒數第三名 有時候我想想齁 好險有韓國瑜 不然你可能就變倒數第二名啦 對不對 因為韓國瑜齁 是為了中華民國粉身碎骨 但是他碎到中午啦 看那中午啦 市長 你覺得你這個嗡嗡嗡 那麼辛苦 每天勤做工 七點半就上班了 為什麼跟韓國瑜那麼接近 你覺得有道理嗎 不過那很奇怪 他如果是比客觀的分數 那分數很高 都第一名 而且遙遙領先 可是比那個主觀因素 都倒在後面 沒辦法 你說你還是他 不是啊 我們台北市 你看那個天下雜誌 他比那個客觀的分數都很高 不是啊 你綜合起來就無關了 沒有啊 那這也要減逃嘛 不是 他是對市長個人不滿 但是那個客觀成績還是TOP 也沒有TOP 因為你的預算比人家多 你公務人員比人家素質好 因為TOP也很重要啊 那我要講是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 政治講太多啦 對不對 因為你現在身兼民眾黨的黨主席 你也不得不講政治啊 而且你是個民選手上 不講政治也不行啊 但是我最近喔 問高雄市議員喔 他們說韓國瑜 每天都在說政治啦 有沒有選總統嘛 沒有在拚市場 你覺得這個部分 是不是 應該要把政治稍微 說一點 不要這麼多 沒有啊 對啦 我以後那個都麥 應該跟他講說 只能問市政 其他不要回答 用這個方法對付他們 沒有啦 你那是 你自己確定啦 我意思是說政治講得少 就是 我們注意看 我這樣對比是 問你都有意義的 所以你注意看喔 馬英九 在當時 第二任的時候 第二任的時候 他的民調 雖然大家講說 馬無能啊 什麼自治都沒有出來 這樣民調還不會太差 為什麼 他穩穩啊 他沒有說那時候 他要選總統啊 馬英九也是第二任做完之後 才去選總統的啊 所以我認為 所以我認為 一邊當市長 一邊選總統這件事情 絕對不可能把 選總統的事情給做好 也不可能把市政給做好嘛 對不對 同意 所以你會覺得 你現在最好的決定 好險你們去選總統 你跟韓國瑜不一樣 本來就不想選了嘛 對韓國瑜去選了耶 你有什麼話奉勸他 他完了 你說什麼 他完了 他完了喔 對啊 他每天都這樣齁 不要摸什麼 但是 你覺得過台面有機會嗎 如果韓國瑜完了 很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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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粹選戰的技術 思考很難預測 這個實在是有趣的 那你最近跟郭董的互動 交往 到底有沒有什麼私交 有沒有私交啦 有私交嗎 沒有啦 你會跟他講一下 說過人 雖然你有可能會選總統 但是你會稍微投資 我們每次市場 你有想到的招商嗎 台北市還是 台北市還是 因為製造業 台北市也沒有辦法做製造業 所以也許要讓他想一些 有什麼可以投資台北的 他好像大的投資會在高雄跟台中 好 我現在問這個也是有意義 就是說 你在第二任的市長任內 既然你決定不會被選總統啊 你也很期待你在這兩任市長的定位 歷史定位是什麼 這也很重要啊 大家會懷念你什麼東西 陳水扁可能大家會懷念說 這個把總統府前面解嚴解禁 空心解禁 他當時的氣氛裡面是有意義的 把這個區公所櫃台降低 等等看是很小的東西 但是對於當時的氣氛是有意義的 馬英九想要去北 因為一區一個運動中心 像台北人的運動的習慣會那麼高 也是如此啊 郝龍斌我會覺得至少 我爭取到四大運 雖然是柯文哲收割 但是我也願意 但是我剛才聽了一下 好像你認為爭取大型的賽事 是不應該做的 你也認為爭取不到 怎麼會那麼沒志氣咧 沒有 我們我們從常記憶 現在是我們要辦的 不要台北市主辦 要跟新北合辦 這樣才有辦法辦到 民意上都是單一城市提出申請 但是你辦的時候 一定要結合其他的都市 那本來就是這樣子啦 你知道四大運也是如此 過去2009年高雄的世界運動 也是如此啊 黑龍我心裡了不起 但是你台北市要出面 去爭取這麼一個大賽事 讓夏日樂的市長 在辦亞運的時候 辦奧運的時候 可以大大說 我肯定 柯文哲市長 在當時爭取這樣一個大型的賽事 帶動台北市的進步 跟要升 有啦 亞運我們真的有在準備 有在慢慢在準備 不能再慢慢啦 市長 你認識很快 沒有啦 他最快是2030 所以還有時間 但是你要去準備啊 你要去準備啊 有有有在準備 你要去申請啊 申請是什麼時候 他是邀請的 我們有在準備 真的 我們在那個體育局 有成立專案小組 有在準備這個項目 不過呢這個調查 我是請這個調查公司做調查 我要花錢耶 你知道 龍統這樣算起來 畢屆民選的台北市長 台北市民最懷念的 第一名是陳水扁 第二名是馬英九 結果裡面我包含 包含問了一下李登輝跟黃大洲 第三名竟然是黃大洲啊 而不是好龍斌耶 對 有可能 對不對 市長 你知道意思嗎 我期待你也不應該 再排到後面去啊 你覺得你七點半就汪汪汪啊 汪汪汪情做工不是白做工啊 會啊會啊 對不對 如果你這樣子 你跟一個睡到中午的韓國瑜 都敬飛莫座 我覺得 這樣也不成道理啊 不是嗎 不是啊 不是啊 那個 主觀那個就很奇怪 這個很奇怪 主觀可是客觀成績很好 就沒辦法啊 那全國又很好 不是啊 市長 我說主觀的成績很好 有時候那是資源不平等 你的資源怎麼跟 屏東線怎麼跟你比啊 連桃園都沒辦法跟你比啊 那是怎麼 你跟市長的館長 讓人高興 感覺更嘉義 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 市長 你也要去想想嘛 你想想 欸 那麼久的黃大洲 竟然滿意度會比 好龍斌來得好 就是說他留下印記啊 當然森林公園 綜化商場 當時就黃大洲市長 弄的啊 我沒有分檔判 而是我們取一個客觀的事實 說我期待 另外,市長,在你這個任內裡面,你竟然如果決定了不做令途他想的話,就好好把市政給做好,就如同跟洪敬一議員,在月餅當中給你的密碼,跟你講的這些東西,密碼不是密碼嗎?那矩矩的啊,通關密語啊,我覺得苦口婆心,市長可以好好思考,另外我覺得幾個部分,剛才講的這個多元的運動賽事以外,我期待啊,可以爭取運動賽事。 亞運啦,這是我的期待,我也認為台北市有這個條件,人家印尼、雅加達都可以辦亞運了,我們台北市為什麼不行,當然,在國際形勢、中國打壓等等,而且另外一回事,讓我那個企圖心沒有,只要遵避,要遵避就要生了,我想這個觀念,我相信大家都有啦,另外我稍微提到我的選區,這個東區的振興計畫,這東西我一再跟市長溝通, 現在除了說,當地你把這個商圈的自治會成立起來,協會成立起來,那個里長也非常的積極啊,年少年有開札啊,他要來做很好啊,和里長做得很好,但是,我認為這樣不足,上次我直學的時候也有跟市長分享,你注意看喔,如果捷運,比較晚通車,比較早通車的,現在慢慢沒落了,晚通車的這些,結果他慢慢好像越來越好, 因為為什麼,人潮會移動啊,所以我一直說,阿長,旁邊做得大,我們如何吸引外縣市的人來台北市,如何吸引國際公共客來到台北市,我在我們的這個,裡面我看不到太多的陳述,我覺得有點可惜,裡面有稍微點到,包括我們未來在會展的活動上面, 外商的招致上面,會可能會更積極,那外國人會來嘛,所以我跟市長說,你要利用你這,最後的,這幾年的任期,這部分要收到啦,要併做大,讓台北真的成為一個國際型的大都市,那我如何做到 有啦,這個,我覺得我們那個IT喔,其實我們,我們台北市占全台灣的,那個外國直接投資比例蠻高的,已經到快68%了,已經極限了 好,謝謝,現在第三組織群結束,現在接著第四組織群的是潘懷中議員,侯漢廷議員,兩位,時間計12分鐘,現在請開始 主席好,市長好,然後那個各位局所長都一樣,先請坐,我在今天問的大部分都只是問市長一個,態度跟傾向和意見就可以了 好,那麼首先呢,第一個部分,PPT下一張 呃,柯市長,就是我們都知道,中央要換了一套新的警察制服,但是又熱又很不方便,然後整個又重,那所以呢,您在六月的時候,曾經承諾要編預算,或者用第二預備金 但是呢,到目前為止,因為都還在等待中央的答覆,那因為我對於中央,對於地方的總統態度,我覺得就是三個字,中央不靠譜 這是五個字,所以如果到了明年一月,中央對於警察的制服的更新,仍然沒有反應的話,市長您在這邊能不能承諾到明年一月的時候,就開始用第二預備金 讓明年的警察,他至少可以換一個比較涼爽的制服 這個,這個警察制服齁,應該是全國統一 不好意思齁,那個警察制服齁是全國統一 對,我說台北市政府,因為自己可以換新的一號來補助 對,就是說因為不知道中央的狀況,假不考慮中央怎麼樣,假設不考慮的話,如果到明年一樣沒有反應制服沒有發下來,台北市到時候能不能夠自己來決定先補助多的,因為即便只發兩套還是不太足夠 我們現在是三件齁,那個衣服有三件 對對,這中央發的不太足夠,未來市長假設中央不反應的話,能不能夠補助 我們會再跟蘇李來協調,做前面性的犯法 不是,我問市長,就是假設中央都沒反應 不是啦,錢不是問題,問題是全國統一這比較麻煩 對,我們就換一個材質啦,好OK,下一張 下一張,在前面呢,因為在上一個會期,我們一樣非常關注就是警銷的加班費 但是呢,仍然呢,到了這個目前為止,中央仍是沒反應 所以市長這部分能不能夠持續的向中央來爭取警銷加班費 何時計算 這可以吧,這有什麼問題嗎 OK好,那當然啦,如果台北市實在做不到 麻煩您也可以跟郭董來說一下 他如果要選的話,也可以提這個 或者呢,當然如果韓國瑜聽得到的話 韓國瑜也可以聽這個 或者如果您自己要選,也希望能夠在未來全台 都能夠讓警銷加班費何時計算成為政見 蔡英文不做,讓其他人來做,來下一張 下一張呢,是在目前準公共幼稚園有一個不好的部分 希望能夠請市長持續向中央來做爭取 就是在現況底下呢,加入準公共的幼稚園 因為沒有時間的規定 所以業者他就可以拆解上課的時間 額外再收取延託費啦,裁業費啦,等等的 對家長來說沒有減輕他負擔 那公託的部分因為有時間規定 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此市長這部分可不可以請您 然後還有持續向中央反應 來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問題是哪一部分 沒關係,這個就是中央做的不好 那我希望市長能夠拿一個態度 說這個部分會跟中央來反應 因為會影響到我們台北市 沒有啦 先等一下說明一下 因為我現在看不出哪裡是 因為 基本上我們再來了解一下 因為基本上我們還是有一個下課時間 還是有下課時間的 除了公佑有下課時間 對對對,您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很簡單 就這個問題存在 然後有加上反應 這個問題不是台北市的規定 是中央政策不完美 所以我要問 台北市可不可以向中央反應 來修改這個政策 修改這個規定 我們有一些如果是有問題 我們可以來滾動修正 好OK,謝謝下一張 謝謝可以了 我只要知道OK就好了 來 我給你我給大家一個機會 來反應中央很多不好的地方 好再來喔 因為市長在上一次 一樣是您的施政報告當中 我就挖出了很多 我原本說幾月幾號要開工 結果都延宕 那您當時說 會來妥善管理一些進度上的KPI 但是呢 我隨便一抓在您這次的施政報告當中的第三頁 因為是跟陽明山士林北投有關 原本承諾呢 在六月要開工的 這是四月提的報告 結果到現在呢 又拖成九月才要完工 完工的日期 好像一個會期過了四個月 然後我們的開工也就拖 完工也就拖了四個月 是不是下一個會期再開始還要再拖四個月 所以市長我要問您的 不是這個單純的個案 PPT點一下 市長您信不信光從這一大碟的施政報告中 還可以再抓出一大堆 可以 可以好 那未來是不是可以再改進 這個齁 我一直跟他們講過 那甘特圖不要亂畫 所以所以這個齁 我覺得我們那個管理進度真的是 一向都非常不精確 這個我已經已經罵過很多遍了 我們還有再請議員看出 我們抓出來我們再處理 好OK謝謝 我不能夠專門幫你們抓 你們自己要抓 好再來下一個 下一個 上次在質詢的時候 包含像是囤房稅 或者是包租代管 由於租金 租金補貼跟包租代管 甚至是半個月內悠遊卡 六個月半年要悠遊卡 簽面一卡通等相關的事情 那當時柯市長都有答應 對吧 包租代管喔 我想到 這邊不用細部回答 就是說當時 您都有做出一些承諾跟回應 對吧 對 好來下一張 但沒想到呢 我們去調了一下所有的紀錄 市長您參與討論 研議推動囤房稅 租金補貼 又於包租代管 悠遊卡 簽面一卡通等會議的討論次數是 零 就是 所有在討論的東西 您都沒有參與 但當時您都說 您要來討論 甚至您直接答應說 來請什麼副市長記錄下來 有這個 這個部分 我要請市長說 可不可以 在這個總質詢結束之前 針對這幾項議題 然後推出一個完整的縮帖 或者是政策的方案 好可以了 可以 我們內部開很多會了 好來下一張 好再來要特別在這個時間 來跟您陳情跟反應 是公車司機呢 請一天的並駕 但是他的收入 立刻會減少了 一萬二以上 旁邊的附圖是公司的規定 不僅呢 是全勤的獎金 就連懲處違規的什麼禁業金啊 跟懲處肇事的安全獎金 通通都不發放 就連底薪也都會遭受到扣檢 我們看下一張 我們發現呢公車業者 他只要請了兩天的併駕 結果呢 他立刻就損失一個月損失了一萬八千多元的薪水 點一下 好 那麼這個業者或講說這個司機 這個司機他沒有違反其他的相關規定 因為薪資單上講得清清楚楚 下一張 好 另外再跟市長來反應的是 駕駛員呢 每天駕車要差不多十五個小時 只有月休四天 雖然會有一些特殊的變形工時 但是呢 我們都知道 月休四天再怎麼樣變形工時 也不會合法 下一張 但是面對這一些諸多違反勞基法 也不僅是由我 那很多的議員 然後也都會有陳情相關的一些反應 跟公車司機疲勞駕駛跟過勞的狀況 但是六年來呢 諸多違反勞基法的罰則 竟然只罰了兩萬 這部分因為時間的關係 或是想請市長 就說有沒有辦法 在本會期的總質詢前 對業者可以嚴加來檢討處理 這部分 第一個併價是要請 就半薪 這個我們會立即去查查 那第二個是有關財罰的部分 有些企業公車的這個十二家 有些已經罰到一百多萬 所以是看單項法條的規定 所以我們一定會再做照案的處理 我們等到部門質詢的時候 然後或等一下之後在那個書面回函 總之我希望今天我提出來這些問題 都能夠請市長 在總質詢之前 都能夠有一個答覆 謝謝 市長好 這個 今年的五月二十七號 市長在議會做一個專案報告 提及商圈振興計畫 那麼當時呢 我在議會就要求要列入天母商圈 那當時呢 你因為報告裡面沒有 我說那就三個月做一個書面報告 那很感謝我們產花局局長林崇傑 那麼做了一個這個狀案報告給我 剛好是108月8月28號 剛好是三個月 那上面呢就是有三個方向 就是整體交通改善 公有設施活化 跟特色活動行銷 那我今天就是拜託市長 就是說呢 這個振興方案 寫出來了 是不是能夠列管 把它執行完成 有這個我們 我們那個 有來成會報告 那每一個 每一個項目有另外在 市長是在列管 好 好那就列管 那我們就是 後續啊 按照這個進度 我們會持續的監督 好不好 這是第一個 謝謝你 這個要謝謝你 這個也替你 這個在這邊 讓你覺得說 你的事情都有做完 是有做完的 那再來就是要跟你談一下 就是上一次提到的 這個北投影視英園區 那因為他的這個 這個是我們這個文化園區 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而且是歷史建築 那因為招標一直都出不去 所以那時候 我請你在這個專案報告裡面 提到的時候呢 你也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 有些歷史建築這些 維護啦 維修 這些錢還有時間 那你那一天 專案報告的時候提出 就是這個錢 我們市府來還 就是你先花我還你 那另外呢 就是說呢 時間 我也給你摺底 有沒有 市長你還記得啦 那我當時就跟你講說 市長你這個觀念很好 那這樣的話可以提出一些誘因 但是因為那一天 時間的關係呢 就我一問到重點的時候 時間就沒了 那我想說呢 今天因為時間也很短 就這個救救於你 就是說呢 因為台中市 當時胡志強 就是有一個影音專區 那台中的那個影音專區 齁 是OT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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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一樣了 所以現在目前以台灣這種 你像這個所謂的什麼金馬獎 已經變成鐵馬獎 然後呢 很多情況下我們拍片什麼 整個情況都不好 所以你叫人家廠商一下投那麼多錢 進來台北市 然後放著台中市那個OT案不去標 機率是不高 所以我不曉得局長現在目前 我們影視應援區是什麼時候 要再招標 我們現在在等標 截標到9月25號 9月25號 那現在目前有人進來嗎 目前有不少人來諮詢 但是實際上沒有進來 因為截標時間還沒到 我知道 那我今天就教於市長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前幾天那個道江里里長跑來找我 他說因為颱風季 因為經常有颱風來 後來沒來啦我們台北市也萬幸 但是總是可能有颱風來 他說因為影視應援區裡面那個鐵皮 經常都吹得花花響 甚至有可能吹下來打死人 所以呢我現在跟市長還有局長在這邊拜託 也就是替地方請命 就是說呢你反正就是 以後他修了以後你要還給 廠商嘛 有沒有可能我們市政府先 就這個危險的部分 應該回歸古蹟的部分 你這個錢本來就要拿的 也不是說你後拿先拿都一樣 能不能趕緊規劃規劃把它弄一弄 不要到時候颱風來了催死人 你說這怎麼辦 這個是我們在這次招標結束之後會評估的方向 那我們每一次會釋放一些利益給廠商 然後來測試市長的水溫 那部分BOT加OT 確實是如果這次流標 我後續要調整的方向 好啊那所以市長我就是拜託 你要幫我盯緊這個事 就是說他那個危險部分要處理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不好謝謝你喔謝謝 感謝 四個字 四個字 沒有啦就是他花在市政的時間太少了 四個字啊就是無心市政嘛對不對 那相對的我認為我們的台北市長柯文哲市長很辛苦 你早上六點七點就出來 嗡嗡嗡就到處跑 那但是你的民調好像也沒有特別好 你是倒數第二名跟第三名 你認為這是什麼原因 那個剛才講過啦 不過是這樣啦 你只要看那個客觀分數都是第一名 還有一點啦這個很奇怪 全國喔全國25%我也覺得蠻高的 全國很高啊 台北打就很低沒辦法 喔好我還是送你四個字 你跟韓國瑜市長一樣 都是因為無心市政 他是因為要選總統 所以呢市政做不好 現在他總統也兩頭燒 那你呢你也是一樣 你一方面有台灣民眾黨 一方面你也是在四福 所以本來可以做得很好的東西 那因為這個成立一個黨派 所以讓你分心了 所以呢我希望你可以秉持著 您1977年跟1979年大學你兩次考不好 所以你重考 所以越考越好 對 那可是呢 我們從你的民調來看 從2015 2018 2019 這三年 你的這個滿意度 越來越差 越考越差 所以你要求別人交出成績單之前 你是不是要要求你自己的成績單 那個都會浮在浮上來 是啊但是你的大學是越考越好啊 但是市政是越考越差啊 你是市民的父母官 當年你在連考不好的時候 你有母親的愛 有母親給你鼓勵 但是現在 您是我們的父母官啊 你現在越考越差 我們欲哭無淚啊 市長 不會啊 我那個分數都會再上來 還會再上來 所以你現在也要賭一口氣 要想辦法再回聲嗎 我的民調很有趣 會活動 蠻奇怪的 會波動 那為什麼越波動越差 沒有啦 他會掉下去再上來 那為什麼您的粉絲的按讚數也越來越少 沒有啊 那個一樣啊 就是暴漲再暴跌啊 就這樣 那你認為他會再暴漲回來嗎 有可能啊 有可能 那如果沒有呢 會啦 這個我都非常清楚 我們已經進入極端氣政治了 所以這個就是會這樣 好 我希望你可以賭一口氣 專心市政 市民不是你的白老鼠 那你剛剛在你的市政報告上面 有關於大龍國宅 這件事情我們看一下 大龍國宅當初是因為發生有海鯊屋的關係 所以2015年拆除重建 那這也是你引以為傲的成績 但是呢 昨天晚上 來先第二張 這個大龍國宅 耗費了總共是十一萬三千萬 非常這個 這個花了十一萬三千 事實上這個應該要很有品質 但是本期昨天晚上十二點多 直擊現場 我們看一下接下來 這只是一個小角落而已 聲音 是 有 附近昨天晚上住戶 大家都睡不著覺 你看到的只是一片 但事實上他超過三片以上 昨天催整晚 噼哩啪啦響個不停 而且像這樣子一個圍籬 您認為公共安全是不是要非常的注意 是不是很重要 馬上去處理 這個小過錯趕快處理 這哪是小過錯市長 這會割傷人耶 那附近都是一些 長者還有小朋友 會經過的地方 而且吵了一整晚耶 更讓人家更生氣的是 我們找不到人可以來處理耶 好來你說C小角是不是 我讓你看看更大角的部分 我跟你講 這個圍籬總共有十幾處的圍籬 全部都沒有上鎖 螺絲全都是 整個都是鬆脫的 都是脫落的 你現在告訴我是小問題 我是好好 本席好好的跟你講 我覺得市長 任何公共安全都是大問題呀 昨天那個鐵片 事實上他更往外面再擴張 是我們努力的把它往裡面推 那是很危險耶 我們昨天在推的時候 我手差一點還被割傷耶 你怎麼可以說是小問題呢 來下一張 我們馬上去處理 好來這個 你看公務局新建工程處 還大蠟蠟的 這邊有那個標示 我本來也想昨天去找相關單位來處理 但事實上 沒有看到任何的告示牌 我不曉得要找 建商什麼單位 是誰處理的 完全資訊都沒有 這才是讓人家覺得很生氣的地方耶 所以你跟我說是小問題 好來下一張 來 這個我早就在上個會期 我有質詢過 我真的很生氣 你居然說是小問題 昨天你要是到現場看 十幾個圍籬全部耶 全部耶 十幾片耶 很多耶 市長 那附近 好幾棟租戶都睡不著耶 馬上處理 這個我們馬上來改 我們會對廠商來處罰 來處罰 好 來 看看公務局 上個會期是怎麼去回復我的 我上個會期我有要求說 這個公務局應該要在任何齁 這個台北市政府各局處 應該要確實設立告示牌 這樣子影義 其實如果當地有公安發生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要找誰 那你們怎麼樣去回復 公務局的回復是說 本局歲於108年6月13號 已經邀集各個工程處召開這個延商的會議 因設立檢視的告示牌 我跟你講 告示牌我繞兩三圈 我很努力的找這告示牌 結果一張都沒有 而且我昨天走訪中山大同 非常多的 現在正在施工的工地工程 還有非常多處 沒有告示牌 我現在只是沒有拿回來而已 所以本席給你一個機會 去徹查所有台北市 所有重大這個在施工的工程 到底還有什麼地方沒有告示牌的 去查清楚 我到半夜12點多我還在尋 你是告訴我說 是一個小小的一個殊師 再來還有更大殊師 那個我可以隨時都進去的那張照片 隨隨便便一個人 就可以進到這個國宅的現場 我人就在那裡 門戶洞開 那附近這個燈光是非常的昏暗 而且鮮少人經過 如果昨天這裡發生了有歹徒 把民眾拖進去拉進去 請問一下誰該負責 所以柯市長這是小問題嗎 這個應該一樣齁 這個這個 哇該改建要改建 公立管理 公立管理 公立管理不好 我們馬上 這個我們一定會 對廠商嚴強的管理來處理 好那就麻煩處理謝謝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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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對焦了啦齁 對焦才可以問話咧 好 請教你 你現在是叫做黨主席還是叫做台北市的市長 我現在市長啦 現在市長 如果說在台北市政府裡面 有黨務的工作要聯繫要怎麼聯繫 其實我沒有在做 不是啦 但是總是有黨務的工作啊 因為你跟柯 柯跟郭跟王 有時候要跟那個郭台銘聯絡那怎麼辦 要利用什麼時間去聯繫 下班時間會去找 真的嗎 但是上班時間 下班時間 早上八點到下五點 六點 其實那個有的時候根本 很多是突來的事情 那怎麼辦 很少 那我再請教你 你現在台灣民眾黨有沒有專職的 所謂的黨職人員 要等那個 等去法院登記以後 再來會處理 那現在有沒有 現在有沒有正式的黨職人 或者是你的辦公室在那裡應眾 好像 有個地方有人在辦公 所以我跟你說齁市長 今天現在很多人對你的經濟就是 黨政要分際 黨政不分際 坦白說你跳的黃偉也洗不清啦 你知道嗎 好 時間暫停 我要先了解一下齁 台北市政府現在有多少位政務官 來參加我們台灣民眾黨 有參加台灣民眾黨的請幾所出類 時間暫停 局長 局長 有參加台灣民眾黨的局長 請出類 好 第一個是民眾黨 即將協任之外 又要當民眾黨 對不對 第二個是後面那位是哪一個 官傳 官員人 自己報名字啦 官傳局 什麼大名 劉怡婷 好 劉怡婷 那第三位 還有 研考會 余嘉哲 大聲一點點 啊 研考會 余嘉哲 研考會 余嘉哲 還有廠花局 廠花局 還有呢 交通局 蛤 交通局 是 那個 誰啊 勞動局有沒有啊 沒有 沒有啦 那個是 那個都爆派的 爆派的 我以為是真的咧 還在徵詢而已 徵詢 那個陳志明副秘書長有沒有 他人出國不在 他有沒有參加 我不曉得 有沒有 怎麼你不知道咧 那秘書長知不知道 秘書長我知道啊 蛤 秘書長我知道 秘書長知道說他有沒有參加民眾黨 陳志明 我不清楚 因為 那你當著秘書長 你都不知道你的主言是誰啊 他還沒上任 即將要上任嘛 對不對 還早 還早嗎 還早 好 那個 市長 這個是你將來的核心團隊 是不是 將來是你的民眾黨的核心團隊 你是有沒有經過過例 過例然後才爭嫌 還是 海嫌 他們自己來報名 還是你說 讓他們 你有爭嫌 誰才能夠 有沒有 嚴嫌還是 海嫌 沒有啦 那只是籌備處 需要 你是嚴嫌還是海嫌 你說大家都可以來報名 還是說嚴嫌 我有點了 你才來報名 沒有啦 我們現在 其實我都還沒 還沒去運作 等秘書長退休以後 再去 正式開始處理 我意思是要告訴你說 這些就是你將來的團隊 那我再請教各位 將來各位在工作上 如何能夠擋證分際 請那個秘書長你先講一下 很快的因為時間不夠用 我會退休以後才去專任 第二個部分 應該後面的同仁如果要專任的話 他應該要辭職 好 那再來官傳奇機長 專任要辭職 但是不專任的話 上班時間還是當然是以施政為主 那如果上班時間 用賴賴賴賴賴氣的話算不算違規 我覺得是不應該這樣子動 不應該好 我們說到說到 下一位 議員報告專任就要辭職 專任要辭職 但是你是當政務官 你說 我當政務官在我上班之內 我很難接限你的時間 報告議員 現在並沒有在處理黨務這個事情 然後上班以後上班的話 不會處理黨務 好 那再來是 我覺得還是要做個說明一點 參加政黨是每一個人民公民的權益 我們只是參加政黨 第二個我從事公職 並沒有任何政黨的這個工作 所以說必須分開來談 所以我覺得坊間這種談話 是一個很奇怪的談話 我告訴你 見怪不怪 要接受公平 要接受檢驗 所以你不能用那種心態之中 坊間這樣就是見怪不怪 我跟你說 我們就是要 不是偷觀光給大家看 而是說要接受檢驗 這樣子知道嗎 我們做一個 做一個政治人物是 必須要監督 而且這個檢驗跟 參加政黨跟從事黨務 是兩件事 我跟安芸說我沒有從事黨務工作 個人參加任何政黨是人民的既存權益 我同意吧 我跟你說我同意啊 我今天說你參加政黨 不是誣蔑人 沒有說你這樣不對 只是要提醒你說 黨這個 黨 這個 這個 這個界線要分清楚 來 那江東局局長 很快速的好不好 半分鐘 上班時間 當然不能從事黨務的工作 好 以後我們就這樣子 黨計分 這個就是分計要搞得清楚 最後問市長請教你一個問題 這個都是你海險還是嚴險的 你只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好了 是他們自己指動報名還是你嚴險的 應該是他們自己報名的 那你有沒有特別請他們來報名 沒有 真的嗎 沒有 真的 那個包委員 參加黨是大家報名 但是黨工黨職現在都還沒有開始爭險 好我希望以後就是我們能夠 確實知道 執行到這個分計的工作 就是 政 政就是公事 跟這個政治要有分計 好不好 好 好 那先暫停 各位請先留步一下 那個市長 剛才 他們大家在說 開始 你是身為一個政治人物 你有做動的自由 那每一個人 都可以參與這個政黨 我們都尊重 但是今天 大家所在建議的 其實就是 行政中立的問題 那麼剛剛林議長 你講的冠冕堂皇 我們都非常的尊重 人民本來就是有 從事政黨的權力 但是今天大家所在質疑的部分 就是 怕你們 愉悅 這樣子的一個分計 所以今天那個秘書長 秘書長 秘書長 因為你現在是還是 台北市政府的秘書長 是 沒錯 等你上 等你當上 民眾黨的秘書長 我們就拿資訊 所以我點這裡 我要跟你 再三的叮嚀清楚 行政的分計要清楚 像你這樣 我尊重 我很敬佩 是 我既然要參加政黨 我是真 你去參加政黨 你押包 我來對柯文哲這 我敬佩 謝謝 那我也跟各位這些 參與 你們政黨的 我們尊重你參 參與政黨的權利 但是在這裡 也要非常清楚的告訴各位 你們一定要 嚴守 行政中立的分計 上班時間 好好的做事 下班時間 你要將事任何 會董的多年 我們都尊重 這樣好不好 秘書長 請你去嚴格去監督 沒問題 這我沒有做到 你不可以說好 要把官府叫給我 都叫他去民黨 你可以 你下班 你要去談論黨務 你要去做秀做會議 這都你的自由 過期民進黨的行動過程也是這樣 但是我們公年的反對是 黨政不分 我們不是反對 你來參與政黨 我們是反對你們 黨政不分 所以今天店家 要提出這些 要把官市長 要把這裡所有的官員說的 請各位 務必要嚴守 行政中立 黨政分離 這樣子的一個立場 這樣好不好 各位請下去 來齁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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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多人 今天整天裡面 都說用韓國瑜 跟你在比 你自己也有說過 說小英 是 不要哭氣的 韓國瑜 跟韓國瑜一樣 用連蕭威 用韓國瑜 用韓國瑜 你怎麼當這裡連蕭威 韓國瑜 你說 你覺得說最近 你的民調會又去起來 你如果沒有民情去好 民情好好的去做事情 是你要去得到民眾的信 你的民調是怎麼起來 所以你跟韓國瑜一樣 韓國瑜一樣 連蕭威這樣而已 只要靠這樣 民調就要回聲 那不可能 現在韓國瑜再說一個 講章話的韓國瑜 尷尬 小孩大小的韓國瑜 所以市長 現在要特別跟你說 你不能現在 因為你是政治人物 你每天要去面對 這是問題 每天你公殺公死 公黨公塞 但是現在市民要給你鐵器 你不能稍微亂連 不能跟我們台北市民 嚇死嚇死 很多人說 你現在稍微走前進 過去 這些人這麼年輕人 但是你最近 立場搖搖擺擺 這樣 說話都說一段 稍微連一堆 所以很多人 對你是非常失望 好像剛才很多人在 好像我剛才在這裡 的官員一樣 他們要綜持政黨的活動 你去綜持政黨 但是 你要嚴守 行政中立 你的無聊 他要抵你 尷尬 落海 無聊的工作 就是 中華公辦的任務 我覺得這無可厚非 但是 你綜持的工作 要跟市政府關係 你用發言人的身份 去共留去拜託 這什麼體統 這什麼體統 簡單說 就是我剛才競爭秘書上 既然你要走這條路 幾句就死死了 民進黨一樣 也是這樣 民進黨要選舉人 你不能再擔任 東部的法規人 你不能再擔任 聯合的黨籍 一樣的道理 所以今天我們一樣 你的無聊裡面 他 要 你 交辦什麼任務 他要去做 這是天親記憶 不是啦 不說你去台南 他不能再擔任 我相同 無聊的工作就是 中華公辦教授 但是如果 你要從事 你個人的行為 前你 離開這個單位 那我還沒跟你講 如果他擔任的 是我們市政府的法院人 請你所說的事情 就是 優關市政府的問題 你民進黨 如果要說民進黨的事情 請你民進黨 另外去設計法院人 援手這個行政分析 這樣好不好 再來政風處 民主處 請你們特別 要好好感動這個問題 那以後 有相關的質詢 我會詢問來政風處 是不是有落實 去執行 來援手 行政中立 這樣問題好不好 好 決定 時間戰 市長好 回歸市政問題 想跟您請教一下 自強隧道區間測速的政策 從9月1號實施以來 到9月8號 根據我們得到的資料 超速取締的件數 就有一千一百一十件 請教一下市長 您滿意這樣的成果嗎 這個 我想那個會議去查 就是那個地方測後 做比較多啦 所以還是要 還是要克服 任何的交通政策安全 當然是第一 但是也要考量到 交通的順暢度 我們來看一下 過去這個政策 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很多民眾來跟我們抱怨 說造成了交通回讀 為什麼 我們看看這個數據 上下班的尖峰時間 我們不要看 我們看中午12點 跟晚上10點 這個離峰時段 自強隧道的平均時速 居然是30公里上下 這種時速不塞車都難吧 市長你怎麼看 其實這個自強隧道 我跟你講 因為內湖就是在上 在 就是 成功成美跟自強 所以有15萬人要這樣上下班 那底本來就是問題 車流量本來就很高 所以 尖峰時間我們不算 但是在離峰時間 如果這個時速 都還是30公里上下的話 是不是造成了民怨 這個數字 鐵針針的事實 所以為什麼會塞車 而且是在實施新制度之後 9月1號到9月 我們看到的是9號 這個數字不會騙人吧 這代表我們政策 是不是出了問題 有沒有協調的空間 之前新聞上說 為什麼會塞車 是因為 有工程施工 但是呢 根據我們調到的資料 工程施工是什麼 他的作業時間是 晚上的11點到早上的6點 晚上11點到早上6點 會造成交通塞車嗎 應該不會吧 所以這個塞車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為了安全 我們都強調為了安全 但是我們的助理 實際到自強隧道走一遭 我們發現什麼 很多 尤其是機車騎士 他們在經過自強隧道的時候 他們是一直不停的低頭看儀表板 自強隧道多長 820公尺而已 我們拍到的是機車騎士 就過這個820公尺的隧道 他低頭低了幾次 9次 如果說我們為了安全 限制他的時速 但是他卻因為怕被罰 一直低頭看儀表板 沒有注意到前方的車況 這樣有真的比較安全嗎 好再來 之前呢 這個相關單位也說 是61公里以上才會抓 但是在自強隧道的前後端 不管是這個南北雙向 上面都寫40公里 所以很多民眾 因為擔心40公里會被抓 所以他們才30公里 所以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如果我們真的為了安全 為了考量到交通順暢度 我們在做這樣子的政策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更周全一點 所以市長我們怎麼改善呢 跟遠步 這個區間測速的這個執法 在9月1號才剛開始實施 我想還需要一段時間的一個觀察 因為這個在新北的萬里隧道 事實上他實施一段時間 他的效果也的確是非常有 萬里隧道的車流量 跟自強隧道的車流量不一樣喔 我們之前 區間測速通通都是在 非幹道的地方在實施 台北市第一次實施這個 主要幹道的區間測速就是在自強隧道 我們同意一定要更安全 但是這樣的政策 顯然已經造成了民怨 而且塞車回堵是事實 因為這樣子我們應該要怎麼來改善 這才是重點吧 是 我們後續還會再繼續觀察 看整個的車速到底是 怎麼樣的一個變化 好 那所以在這邊 我們希望訴求的是 我們在自強隧道口因為剛剛也講了 61公里才會抓 是不是我們就把這個速限 寫清楚不要讓民眾誤會 進去之後都在40公里以下 另外 是不是我們可以 研究一下這個視訊的調整 在一個月之後 因為新制度上路還需要一個月的時間 在一個月之後 給所有的議員一份檢討報告可以嗎 OK 可以 好 那就麻煩局長 也謝謝市長 好 第五組質詢詞到 接下來由第六組質詢 由邱威傑議員 時間十二分鐘 請開始 市長好 在進入原本準備的市政議題之前 因為上午有一個 蠻重要的新聞 我認為是全台灣的政治人物 共同都要來關心的 那因為 下一次有機會再跟你做綜合議題的討論呢 就要等到十一月的總質詢 我覺得太晚了 所以我想用大概兩三分鐘的時間 跟你談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在今年的八月二十號 有一個台灣的公民 他名字叫李孟居 他同時也是屏東方寮的鄉鎮顧問 他在八月二十號入境中國之後呢 就音訓權武失蹤 一直到現在過了二十二天 在今天 國台辦的馬曉光 在記者會當中呢 他終於正式承認了李孟居這個人 是中共認為他涉嫌從事危害國安的活動 所以就是把他人抓起來了 他其實人被失蹤啦 簡單來講在中國被失蹤 到目前為止 人在哪裡 人關在哪裡 受到什麼待遇 還有具體他被指控什麼罪名 仍然都是不清不楚的 市長有聽過這件事情嗎 有知道這件事情 有知道這件事齁 為什麼今天特地要跟你聊這件事情 是因為其實這位李孟居呢 後來我們發現他也是您的支持者齁 這是您今年參加這個大甲媽祖遶境 你在中間騎U-bike 在照片的最右邊 最右邊跟你一起騎U-bike的那一位 就是李孟居齁 那你在這個活動當中呢 也有留下來跟他的合影啦 所以我想 他對您的支持跟這個鼓勵 支持您繼續連任 支持您做好台北市政齁齁 這樣的心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在這邊想要請教市長齁 你作為台灣的一個很指標的政治人物 你現在呢也是台灣一個重要政黨的黨主席 又是我們的首都市長 你願不願意在議會這個殿堂裡面 公開的聲援一下你的支持者李孟居 那這個是這樣啦 代譜應該在一定要 我想是這樣啦齁 比照歐美的標準嘛 歐美日 要公佈理由 要給家屬接見 這個我想這個不管 如果中國要成為 要進入國際社會 人家國際怎麼做 他就應該怎麼做啊 所以您願意 願不願意啊 因為另外一位 其實前一位叫李明哲 他是我們台北市的市民 您願不願意在這邊呼籲一下齁 中共當局 可以立即釋放李明哲李孟居 這一類良心犯 並且停止這種 迫害人權打壓言論自由 隨便把人羅織入罪 做政治綁架的行徑 釋放這個我們不能這樣講 應該說請中共當局 立刻公佈李孟居的犯罪事實 這樣才可以 就是說要 而且要給家屬探望的權利 所以您同意 他應該要給家屬 以及醫療人員探望嗎 應該要 您同意他應該要有自由意志 聘請律師的權利嗎 啊 我還是一樣齁 中國如果要成為 要進入國際社會 歐美日這些 國家的標準 他們就應該要遵守 所以中共是不是應該也要立刻公佈李孟居關押的地點 應該 應該要 好 謝謝市長 接下來時間暫停 想請幾位局處首長 跟我們討論一個這個市政問題 我想請這個勞動局的賴局長 還有法務局的原局長 還有產業局林局長 警察局陳局長 衛生局黃局長 和商業處的高處長 各位大家好齁 基於時間問題就沒辦法一一問候 想要請教在台上的各位首長齁 你本人齁 在最近這一段時間裡面 有用過UberEats FullPanda 或者是Honorsbee 這一類的美食外送平台服務的請舉手好嗎 沒有 在場的其他局處首長有人有用過嗎 您親自用過 都沒有齁 這個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因為世代差距啊 但是我想年輕人使用這樣子的服務的頻率相當的高喔 這張照片是我們的市立第一女中 在門口只要用餐時間一到 就非常多的這個外送員啊 在門口等著要送外送進去 這在我們台北市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新興的產業了 那這個產業呢 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 我先簡單的解釋喔 在過去我們叫外送 店家消費者跟外送員三方之間的關係是這樣 店家跟消費者之間成立一個買賣契約 而店家自己聘雇的外送員 跟這個店家成立一個雇傭契約 那在這樣子的關係裡面 非常的單純 消費者買到的東西吃壞了肚子有任何的問題 他就是找店家直接負責 因為僱用人針對了 如果是外送的時候任何故意過世的話 也要負同樣的連帶責任 可是在這些外送平台出現之後 法律關係變得複雜 大家可以看現在同影片上所顯示的 店家跟外送平台之間存在一個A契約 而外送平台跟消費者之間存在第二個B契約 而外送平台跟他的外送員之間 也存在一個定性目前還是不明的C契約 這衍生了幾個非常重大的問題 首先第一個問題是在勞動權益方面的 這個外送員跟外送平台之間 到底是雇傭還是承攬 如何的保障在這個高壓力高風險之下 勞工的職業安全 第二個消費者的食安到底該如何保障 契約關係這麼複雜 吃東西出了問題誰會認帳 消費者要找外送平台算帳 還是要找提供食物的店家算帳 現在甚至還有一些所謂的幽靈廚房 或是虛擬餐廳的出現 我們的食安到底有沒有規劃到 對於這些食物提供者有一個嚴謹的把關 接下來還有什麼問題呢 接下來還有我們用路人的安全問題 我想這個應該要麻煩這個我們的交通大隊做一點統計 外送員其實呢 為了生計要搶單趕時間 事故發生的非常的頻繁 這不僅對外送員的安全是沒保障的 對於其他的用路人的安全也是有影響的 接下來下一個外送平台 跟外送員的人身安全保障 以及最後外送平台的履約能力管理 之前曾經有這個陳時蜜蜂 倒閉在台灣欠款兩百多家餐廳 總共總數超過幾百萬的這樣的欠款 我們到底有沒有能力來管理 這個會期我會在部門質詢的時候 一一的就叫各位局處首長 如果在部門質詢沒辦法解決 我會在總質詢的時候 再一次的請市長 來處理這些部門質詢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時間暫停 謝謝 好 那個市長議長還有各位師父同仁大家好 那市長呢其實從第一任到現在呢 其實有很多的政績得到很多的好評 那譬如說像是拆除那個忠孝橋引道 讓北門可以重現天日 然後北門的景觀工程呢 也進而把附近的這些大樓醜陋的這個廣告看板全部拆除 所以呢改善了這個城市的景觀 那所以我想問這個市長 就在你執政的時候 你是否認為改善這個城市的景觀 那提升城市的美學 是很重要的一個指標跟價值 是 是好 那因為呢北門這個工程呢其實表現得非常好 所以就我的理解是 你也想把這個政策推廣到全台北市 所以在105年的時候有推動了一個就是台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 那在這個管理自治條裡面有明白的一個規範就是說 如果有任何105年後要新設立的這個廣告招牌的話 都必須要向主管機關去申請合法的這個認證 對吧 這個是這個法律本身的一個精神 是 OK 好 那根據這個台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的第四四條也顯示 105年以前的所有廣告看板 雖然他是法條例設置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廣告看板 但也必須在三年之內完成合法的這個申請 那105年7月到目前已經超過三年很久了 那根據這個我們跟建管處的詢問 目前對於這個公告時間呢也沒有任何延長的打算 但是我們也從建管處得到另外一份資料顯示 2017年那這個台北市呢 所申請通過的這個合法的廣告許可 總共是761件 那2018年呢是456件 那2019年到1到8月 因為2019年還沒完嘛 總共是這個405件 那加起來總共是1622件 但是全台北市目前的廣告看板只有1622個嗎 根據台灣的經濟處的統計 今年的1到6月 光是餐廳在台北市新設立的總數 就已經有595間 我這裡還不包括其他有可能會需要設立招牌的零售商或店家 那有些店家呢甚至可能會有兩個以上的招牌 所以就是說 當今年1到6月餐廳就已經有595間 總共到底有多少招牌我不敢說 但是目前申請合可的只有405件的情況 我可以合理的說 其實過去這3年 連新設立的這些店家 他有合法去取得這個廣告招牌許可的 是不是也都佔的比例非常少 目前是這樣 OK好 那另外呢 我這邊還有另外一個資料是這樣顯示喔 就是說 呃在這個 台北市呢 過去幾年喔 他有編列一筆預算 叫做廣告物 示範街區更新補助費用 那根據呢 過去幾年的預算決算書顯示喔 像105年106年 都有編列200萬的預算 這個預算主要是拿來 就讓一些老舊的一些店家的招牌 可以去做貸換更新 因為畢竟有些店家 可能他也不是很有錢 所以市府呢 也願意提供一筆預算 讓他去做這個招牌的貸換 我認為也是一個美意啦 但是105年106年 這200萬的預算的使用率是0 完全都沒有被執行 一直到去年 我們有在永康商圈 做了25件的廣告招牌貸換更新 然後呢 總數花了130萬 但是還是有70萬沒有用完 然後呢 這25件的這個廣告招牌更新呢 一直到今年的4月 才正式完成合可 那目前呢 我們這一個月 剛剛收到的預算書顯示 這筆預算 直接從200萬 砍成了剩下100萬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說 其實台北市政府也覺得 像這種補助 改善這種城市美學的 這個這個政策呢 其實目前成效表現並不好 不好意思 我去年永康商圈 其實有很多的好評 所以我們今年繼續 永康商圈繼續做 做了36面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針對廣告 或是點線面 我們開始來推行 了解 但是目前我 所知的是今年 預算編列 反而是比較少的情況 是不是我們打算 縮小執行這件事情 沒有沒有 今年不夠的話 我們再千二倍金 來來動用 了解 好 那我覺得總結 我剛剛所有這個質詢的一些內容 我想要 我想要說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覺得過去市府 這幾年呢 在管理新設的招牌 納館舊有的招牌 還有在 太幻老舊 比較不美觀的 這些招牌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顯然呢 其實都不是很積極 所以我在這裡 其實有三點建議 給市長跟市府的同仁喔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希望 商業處跟建管處可以合格 未來如果有任何 新的店家 想要申請商業登記的時候 同時也可以輔導他 去取得合法的廣告許可 這一點市長可以同意嗎 好可以 好 我們會盡力來輔導 我希望呢 在他們取得合法的這個 這個申請之後 也在三個月之內 建管處也可以去確認一下 他們是否都已經有達到合法 合規的一個狀況 那另外在納館舊有招牌的部分呢 我這邊也提一個建議 就是台北市有很多大型的連鎖店家 譬如說麥當勞阿 肯德基阿 因為這些店家的數量非常多 而且同時他們也有足夠的能力 去 呃 太幻老舊的招牌的預算的能力 所以呢 我希望就是說 呃你們可以優先去輔導 這些大型的連鎖店家 去呃 對他們的 現有的這些招牌 去做合法的申請 然後並且 汰換 呃不合規的這個老舊招牌 是 不好意思 我們已經針對商圈 開始在輔導 合法以及 那個美化的根治 那針對剛剛講的這些大型的商家 我們會去輔導 好的 那我也希望市長呢 還有副市長 可以 好 時間到 接下來是第七組諮詢 由汪志斌議員 這個是你們民眾黨的黨會 是不是 選出來了嗎 我不知道 蛤 好像還沒選 蛤 還沒選 還沒選 這不是你們的黨會嗎 好不重要 這是台北市的 市會 是不是 對 好 現在看起來齁 台灣民眾黨 的 黨中央 就在我們台北市政府 為什麼 等一下證明一下 好 來 那個 市長 這幾天啊 其實 也有媒體 在問你 針對 公器黨用的事情 你的回答 蔡英文馬英九 也都兼任過黨主席 對不對 對 你一定經得起考驗 那 我接下來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 這個 也就是你這位黨主席 請問一下黨主席 你們的黨部在哪裡 地址 地址在哪裡 他齁 他好像去跟人家住了一個地方 但是好像那個 也 也不是 在哪裡 坦白講我也不太曉得 你也不知道啊 不是啦 馬英九知道 我們的國民黨的黨部在哪裡 民進黨 蔡英文也知道 民進黨的黨部在哪裡 我告訴你 我知道 你不知道 我知道 市府路一號 沒有啦 那等張哲良 如果說 如果說要找黨主席 蛤 電話請打 1999 一定可以找到 民眾黨的黨主席 沒有啦 等我們 等張哲良 阿不然你告訴我你們的電話是哪裡 你一個政黨那個電話都沒有 你們丐幫啊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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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丐幫可以這樣子用我們的 市民的納稅錢來養你們的嗎 那個籌備處是有 你現在阿伯 你現在還不是秘書長吧 不是不是 你現在是以秘書長的身份回答我嗎 那請說明你現在回答的身份是什麼 他現在是秘書長 黨秘書長 不是 市政府秘書長 我是市政府秘書長 因為剛剛你在講說 黨部是在市政府一號 市府路一號 阿板啊阿里亞你告訴我啊 我知道那個籌備處好像在忠孝敦華附近 籌備處 你都已經宣布了 你成立政黨了 你現在還在籌備處 你這什麼黨阿 他只是去申請 還沒有 還沒去法院掛件 還沒成立 所以那 那那個 市長或是黨主席我想請問一下齁 阿你都成立多久阿 成立多久了 沒有阿那個麻煩阿 那個還要去 還沒成立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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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去法院掛件 那你那天從記者會那天開始算到現在 阿對阿 你要去申請帳號阿 還要去監查 阿對阿 我問你嘛 你從你宣布記者會到現在 有沒有一個月阿 你這一個月我可以告訴你 你們就是在佔盡我們台北市市政府的便宜 你們就是讓我們納稅人 在養你們這個民進 這個民眾黨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還沒運作阿 你要像我們納稅人在買單 沒有啦 我們都還沒運作阿 蛤 還沒運作阿 還沒運作阿 還沒有 所以你們現在是什麼 休息中 還在 還在 撞休中 籌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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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備中你們 你們所謂的秘書長 民眾黨的秘書長 趴趴走 他去跑去找郭台銘 他是用一個籌備中的秘書長 去跟人家談條件嗎 唉唷我沒有去找 我一直在市政府 蛤 我沒有去找 我一直在市政府 我還沒有去接阿 我現在在講蔡壁如阿 不是在講你阿 自己不用跳出來阿 還沒接 他一定有請假 他一定有請假 我現在在講 你們現在籌備中 然後一個所謂的民眾黨的秘書長 四街趴趴趴走 然後帶著你們的 未來的這個 參選人 到處帶出場 跟人家郭台銘 在那邊眉來眼去 談東談西的 阿你在籌備中 我都不知道郭台銘會不會上你們的當阿 一個根本就還沒有成立的政黨 大家談怎麼樣合作 不是很好笑嗎 對 籌備中 籌備中 所以籌備中 所以所有的他們出去代表的通通不算數 因為你剛剛講的民眾黨還沒有成立 對不對 你剛剛是不是這樣講 市長 還在寫網站 黨主席對不起 我跟正 黨主席 沒有啦 我們還在寫網站 你們還沒有正式成立 所以蔡壁如去跟人家談 我不知道要用什麼樣的基礎 下班時間 下班時間那是一回事 下班時間那是一回事 你們這個政黨根本就還沒有成立 另外 蔡壁如一個月月薪多少錢 大約 大約 你不必講個資 12萬 我不曉得 你不曉得 反正就是拿了高薪 拿了這麼高的薪水 在台北市政府 每天齁 都在忙這些 你民眾黨的事情 你怎麼對得起我們台北市民啊 你不是 這叫什麼 公開透明嗎 公開透明嗎 正直誠信嗎 這是你的價值 結果你成立了這個政黨 不但不公開 不透明 不誠信 不正直 而且呢 還吃我們台北市民的豆腐 寄生在我們台北市的市政府裡面 我們還沒出生 還沒出生 還沒有寄生的問題 還沒出生 所以沒有寄生的問題 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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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點啦 你們要寄生多久 請問一下 你們要占我們台北市政府的便宜 還要占多久 不會啦 很快啦 我想想看 你一天 你就是占便宜 不會啦 我想想看 什麼不會 所以我就再深的講 你們這個就是什麼 標準的公器黨用 好不好 所以呢 在這裡 柯市長 柯黨主席 我請你們 趕快劃清界限 會啦 否則接下來 大家沒完沒了 好不好 謝謝 市長好 市長恭喜你在這個會期之前 多了一個新身份的就是黨主席 我想今天已經很多位問過了 我延續這個汪議員剛剛的議題喔 市長我想請教一下 在這個 貴黨還沒有找到辦公室跟電話之前 你個人在處理黨務跟市政的時間上面 如何去做分割 其實我也沒有在處理黨務 放在那裡 等那個秘書長退休以後再去處理 市長 這題是考驗你的誠實程度喔 如果上班的時候接到這個 跟黨務有關的line訊息回 算不算上班時間處理黨務 我老實講 我到現在都一直沒有接到什麼黨務的消息 有機會 市長我看不見你的line 所以我沒有辦法得知你剛剛的答案 是不是誠實喔 我只能從現在檯面上看得到的事情 來分析你到底有沒有把市政府的公家資源 拿來做黨務使用 之前這個黨徽爭鑑的事情 已經我有發過書面質詢 但是我沒有親口聽到市長的回答 我想很好奇的是這個黨務爭鑑的影片 是在市政府的顧問室所拍攝 那拍攝的這個主角 除了你本人以外 還有我們市府的副發言人 就是學姐 我想請教市長 這算不算公器黨用 在你的標準裡面 對啦 但是 我把這個 不可以改進 老實講 我們也沒有什麼在幹什麼 因為那個 人也是外面來的 我們也沒有用市府的資源 對啦 你說電燈會 那電燈會只有開一下而已 市長 這個開一下這件事情可大可少 因為就像你講的 那就是公家的資源 台北市政府的顧問室 應該來做的事情 都跟台北市政府有關 不管是每一分每一秒 每一件事情都應該跟市政有關 所以就像你剛剛自己講的 哪怕只有開一盞燈 吹一下冷氣 用一下副發言人 但是都是拿公家的資源 來作為你台民黨所使用 可是市長 今天你之所以 可以在市政府 市府路一號 這棟大樓裡面 是因為你是台北市長 而不是因為 你是台民黨的黨主席 所以我們非常誠摯的希望 市長在未來的這段時間 可以嚴格的把市政 跟你的黨務 做切割開來 我們在座的每一位 都是台北市民 但是我們並不是 台民黨的黨員 要請柯市長 嚴格的記住這件事情 市長你可不可以承諾 如果這個黨徽針見的事情 不會再重演 可以啦 我們都會注意 市長 這個天下雜誌 最近出了一份 這個首長的滿意度 我相信你已經看到答案了 今年你的排序 是倒數第三 是所有的連任 縣市長當中 成績最差的 你自己對此 有什麼樣的看法 市長 市長 那個民調 天下雜誌的時候 他覺得很奇怪 他說你在台北市很低 可是全國很高 因為全國有25% 就是說你選誰是最好的市長 有25% 所以表示說 那個鐵粉也有25% 全國有25% 大概就是那個數字 你有沒有想過 可能是離你比較遠的人看 你看的比較不清楚 所以 不曉得 不過那個 不過那也是很有趣 你看喔 我們那個客觀指標 今年是所有連來最好的 全部都低名 可是 那分數也非常高 可是 所以這個客觀非常好 主觀很差 這有趣的 這個實在是有趣的題目 主觀的部分 市長剛剛講的客觀 是這個各級政府的調查 跟統計 就是經濟環境 還有施政跟文教 跟社福方面 那另外這個 你講的主觀 大幅落後的就是 民眾的意見調查 民意的部分 那這份報導同時 他也下了一個結論 就是說 迷信網路聲量的縣市長 最後可能都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所以 市長包括你最近臉書 有一些退贊潮 我知道跟市政之外 還有一些政治因素在內 你自己過去很 相信網路聲量這件事情 那 面對現在不只是這個 不管是媒體的民意調查 大幅下降 還有你自己網路的聲量 往下墜 這件事情 你認為跟市政不利有沒有關係 跟你的市政黨務不分 有沒有關係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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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戰那個是一個 這也是滿有趣的 這個我還在研究 純粹從學術上來研究 這是很有趣的題目 這個非常暴漲 在暴跌 所以差不多 就這樣了 市長我的問題是 您認為對於 因為您是台北市長 現在又兼了台銘黨的黨主席 而你這兩個身份的換軌之間 還有界線一點都不明確 你認為這是不是讓台北市民 對你失去信心的很大一個原因之一 這個 這個要做學術分析 現在還不曉得 市長我今天從你的市政報告裡面 我看出一件事情 就是數字畫出來了 但是沒有做到 我相信假以時日民眾都看得出來 公宅這件事情 我們討論過很多次了 公宅2.0 昨天記者會上市長還是重申五萬戶的這個標準 那包括今天在市政報告第三十四頁裡面也提到了 現在有九千兩百九十一戶在施工或是等待開工 但是下面這一欄招標帶上網的部分只有四千零五十六戶 所以我很大的一個問題是 那明年的一萬戶還短差六千戶 這個基地 現在的策略是這樣 我覺得大概齁 熱地瞬間維持一萬戶在開工 我覺得要超過一萬戶整個系統會崩潰 所以我覺得不要 所以是這樣 下一階段的社會住宅要蓋 恐怕還是要公私協力 不要不要幻想全部政府來蓋 所以包括私校退場 很多這種或是民間興辦的 所以我們那個社會住宅的制度 我倒覺得是這樣 來學術討論 社會住宅是讓興建成本 以五十年來算 恐怕只有15% 後面那個物業管理 花更多錢 所以那才是問題 我意思就是說 將來要這個要委外 就是委外經營社會住宅的話 那個約要怎麼訂 還有得訂 因為如果只有收 租金是收不回來 還要把物業管理保全那些 至於這一套怎麼做 我們恐怕還要派人 我們有一隊最近會去澳洲去看 另外還要去 我覺得那荷蘭德國還是去看一看 市長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得不打斷你 因為今天這個市政報告巡查 時間比較短一點 那我的問題只有一個就是 今年開除每年一萬戶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 帶燒標上網的部分 只有四千多戶 還短差六千 基地在哪裡 只剩下三個多月 今年就結束了 我在想 每年可以開工 到四千戶就很厲害 四千到三千到四千就差不多 但是市長您今天 市政報告還是提到每年一萬戶啊 不是 任一瞬間在開工 因為 因為蓋一個公宅大概要三年多 所以說 每年如果開工三千的話 三年蓋完 你就任一瞬間有九千戶的公宅 我看喔 杜阿傑的capacity 蓋到一萬戶 他大概就快受不了了 市長這個公宅的部分 我們之後 在公務部門再進一步來談 因為不好意思 我正用到其他議員時間 市長我剛剛看到那個新聞啊 就是我們今天剛剛 上午這個下午擦槍走火 結果跟李建昌議員 在吵這個新潮流 我看到新聞講說 你在台下冷笑 有沒有冷笑嗎 沒有啦 我不是冷笑 冷笑跟熱笑要怎麼分 因為我剛剛忙著講 沒有看到 問你一下 是這樣喔 市長你之前講說 你的施政報告啊 你都會練習幾次 上個會期我記得有媒體採訪你 問你 三次 那你這次有練習三次嗎 有啊有啊 那你有沒有發現說 這一次的施政報告 跟上一次比起來 是明顯比較混 duplicate太多了 我覺得應該 應該 因為是這樣啦 因為每半年就要來報告 所以很多會重複 而且我們下一次應該把 就上一次報告的 重複的變少一點 這樣會比較有更多的時間 去講新的部分 還有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不是小學生 不用看這麼多圖片 看這個圖片也沒有關係 可是你做這個圖片 你的時間點很重要 因為每半年都會來報告一次嘛 所以如果你放了這四張圖片 你沒有告訴我 這個東西是幾月到幾月 那這其實就只是一個長期的施政的方針而已 你放在這個部門裡面投影片第一頁就好了 後面放這麼多的照片 其實是在浪費大家的時間 市長這部分可以改進嗎 可是文字齁 文字 只有文字大家會睡著 沒有我說你實行的什麼時間 或者是做了什麼這樣的突破 這上面都要寫啊 比方說這六張圖片 八張圖片的 他只寫說 心意商圈多媒體資訊站示板 他沒有寫什麼時候開始 我發現這一次有很多頁都是這樣 可是上一次的施政報告裡面 沒有這麼多這樣子的狀況 這部分可以改進嗎 可以啦 我們那個做事還是研稿會在做 我們把這一次你的建議回去再修一下 好 那未來呢 因為一年會來兩次嘛 那上半年要做的事情 跟下半年要做的事情 未來除了施政報告之外 可不可以再加一頁 用列表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來兩次嘛 那上半年要做的事情 跟下半年要做的事情 未來除了施政報告之外 可不可以再加一頁 用列表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比較清楚知道說 我們下半年的目標是什麼 因為這樣子的話 兩份其實重複性非常高 那我們就沒有必要說 一年來兩次了嘛 好不好 好 那另外呢 要詢問的是這個雙子星 C1 D1 在上一次呢 這個南海 已經被投審會 這個拒絕以後 現在目前的進度是什麼 現在卡在法院啊 卡在法院嘛 那預計 有沒有評估過 預計什麼時候 這個數院會 正式的出來 9月中嗎 最慢明年1月 數月通常都要到5個月 所以要一直等到 但是假組分的話 這一次 法院是比較快的 他提了兩個假組分 一個假組分已經 駁回確定 這我知道 好 第二個假組分 現在在最高行政法院 所以可能9月多的時候 假組分是有機會下來 請問我們是假組分下來之後 就要做下一步動作 還是要等宿院結束以後 我們台北市政府才要進一步動作 因照法律的規定 那麼 數院不會影響到 我們這個 行政處分的執行 所以就是 這個假處分之後 對不對 好 那假設說呢 9月多的時候 這個假處分就會下來了 因為動作比較快 請問現在兩種選項 第一個是藍天團隊 地補為最優申請人的資格 或第二個是 宣布廢標 重新發包 請問市府有沒有已經評估過 會選擇哪一種 我們還在評估 那什麼時候才會評估出來 要評估的理由是什麼 都有風險 什麼樣的風險 你 你 你重招的話 要再慢 大概 重招的話 還要再花 程序至少要 9個月到1年 那不直接地補最優申請人的理由是什麼 不直接 就是說 重招要花一年 直接地補的話 輪到 變成那個 原來那個 也在告我們 換他來告我們 違約 我們會因為這樣違約嗎 有沒有請法務的部分 評估過這件事情了 有了 有 我們都有請大師 掌握這個目前狀況 好 那假設說呢 我們現在是地補了之後 這些法律的程序 你們都了解完備 以後用地補的方法 那請問 呃 這個時候 呃 如果大家在攻擊藍天 又是中資怎麼辦 我已經看到很多 獨派的 好 時間到 接下來是 第八組 質詢 由秦慧處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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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志強議員 時間十八分鐘 請開始 呃 我希望說 我希望說未來三年多的市政 大家可以誠信一點 誠實一點 齁 就是您在議場上所說的話 我希望都能夠兌現 今天前面市政報告前 你先說 你會要求公務機關 不管是政務官 或公務員 都要依法行政 該請假 就要請假 什麼叫做該請假 就要請假 沒有啊 如果去做黨務的工作 還是請假 是不是只要做跟市政無關 在上班時間內 做跟市政無關都該請假 我在想喔 以後那個 要做黨務工作的 只有黨務嗎 就離開市政府 還是說 只要上班時間 做跟市政無關的都該請假 對應該是這樣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 九月九號 就是這個禮拜一 下午四點 你在TVBS接受專訪 通篇的專訪 我在旁邊都聽完了 全部沒有關於市政 你講了總統選舉 你講了主黨 你講了政治 全部沒有跟市政有關 你有沒有請假 我看看 我不曉得 你沒有請假 我沒有請假 好 九月六號的下午五點 你的心腹愛將蔡壁如 也到廣播電台去接受專訪 他講了目前台銘黨的主黨的進度 他講了你對總統大選的看法 也完全沒有講關於市政 出了一句 他承認他是地下市長 其他他都沒有講到市政 請問一下該不該請假 五點不是下班的 他是四點多就出門 好嗎 五點就下班嗎 大家回去問一下誰五點下班的 好他該請假 但他沒有請假 九月四號上午禮拜三 他又跑去北投關渡宮參拜 我不管他是為了祈求什麼平安 難道市政府任何一個公務員可以說 我今天要祈求市政平安 我就翹班去拜拜就不用請假嗎 他也沒有請假 我只有調九月的喔 目前也只有九月十二號而已 就已經三次都沒有請假 都是做跟市政不相關的事情 關渡宮他應該會請假 沒有請假 關渡宮 我不曉得他看 對吧 市長你都覺得他該請假了吧 他沒有請假 我還沒有去調周瑜休 我沒有請假了耶 所以現在是怎麼樣 全市府人都可以翹班去做搞政治是不是 這就是你說的公司分明紀律第一嗎 你覺不覺得應該檢討 喔想起來 關渡宮他是一早上 沒有歡惜 你覺得這種情形該不該檢討 你們會不會檢討 會 好 那對於已經發生的 要不要進行懲處 你就算記個警告象徵意義也好嘛 你總是要讓市府同仁可以扶你吧 沒有 我在想喔 如果 沒有那個太 沒有時間上有問題的就離職好了 這個我沒想想看 我沒想想看 不然已發生的事 你在市府任何一個公務員 如果翹班下去一樓按摩 要不要懲處 被抓到要不要懲處 不過我們常常 12點前要去吃午餐 那你也要去抓 你也可以去抓 你不用跟我講這個阿 特事長 沒有啊 這個齁 那個太明顯了 我們都會處理啦 因為該請假都會請假 我希望你可以進行懲處喔 不要說喔 你也是有關係就沒關係喔 是你的親信 上班 翹班去做政治的工作就可以喔 然後你今天早上說 你會讓蔡壁如去協助 郭台銘董事長選舉 我沒有意見 但是他就必須離職喔 反正你也不用擔心 郭董給他的薪水 一定超過市政顧問的薪水喔 好 再來這九個月喔 您連任以後 我發現你所有的發言 幾乎都跟政治有關 沒有關係 你心不在市政 但是我想請教 你到底了不了解 109年度的總預算編列的狀況 你知道嗎 你真的知道嗎 好請問一下 你知不知道你剛剛在施政報告的時候 你才說你的施政重點 其中有一項 是要振興商圈 可是你知不知道你的商業處 今年把商圈計畫大砍了三千三百萬 請不用回答沒有關係 因為今天是市長的施政報告 如果部門質詢的時候 我會再讓處長回答 所以這是 你不了解市政狀況還是 商業處在打你臉呢 商圈的預算一定是增加 商圈的預算一定是增加 還是他明目 減少三千三百萬 柯市長回去再查一下預算 你這麼不了解市政狀況 我很憂慮 他明目一定是改的 你以前最討厭辦活動 燒錢 但你知不知道 剛剛我提醒你說 官傳局109年度的跨年預算 居然暴增7.5倍 從過去往年的八百多萬變成六千多萬 以前是只有那一天的預算 是 那你知不知道 全國十五個縣市有半跨年的 加起來喔 包括台北市喔 過去才七八千萬 你現在跟土豪一樣一值千金 你要跟我扯新北 你不要扯新北 兩邊的立場是不一樣 你要跟他比土豪是不是 他四千萬你就要六千萬 問題是 從來我在市政府八年加上這四年 看您的總預算 從來沒有一個延續性的活動 沒有任何理由 沒有任何階段 直接暴增7.5倍 沒有這個可以解釋一下 因為以前那個 跨年是只有編那一天的預算 我們現在都要求說一包的 所以你要怎樣 從跨年一直跨到東傑是不是 前一個多月就開始算 好處是什麼 你知道 這種一包的預算 比較好調度 比較好什麼 調度 所以是為了讓你調度用的喔 沒有啦 這預算比較靈活 而且齁 我覺得是 那7.5倍也太多了吧 增加五千多萬 但是 但是官傳局總預算 沒有什麼增加 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流行叫 沒有關係 我會在部門質詢的時候 再跟官傳局來討論 我希望你更了解 更掌握一下台北市 謝謝 瑕疵大者為國為民 好 我知道我們的 郭台銘送你一個月餅 叫你為國為民 那我才在想 什麼市長算是一個好市長 那我覺得第一個應該就是 市民的面向 由市民來評價 市長是不是好市長 那第一個問題我想 可能市長不是喜歡聽的問題 我剛剛也聽你回答了好幾次喔 就是對於天下雜誌的滿意度調查 你是位列二十名 是所有縣市裡面的倒數第三名 那甚至在連任的市長當中 是調車尾 那我知道你剛剛有在講說 其實有些什麼客觀指標 你還是第一名啊 但是為什麼 可是我的問題是 如果照你剛剛前面回答幾個議員說 其他指標還算好 結果卻是你自己滿意度 就在連任市長調車尾的話 那是不是意味著 你拖累了整個市府團隊呢 不過老實講喔 這個 這個 對啊你剛剛不是有 人家回答前面的議員 你說其他指標都滿好的啊 那你也不懂 你為什麼會 會變成是 這個連任市長調車尾啊 那是不是代表說 你拖累了市府團隊呢 客觀指標是 都OK 對啊 就台北市民好像只有 不喜歡你 並沒有不喜歡你的團隊啊 那別人 我只能這樣解讀嘛 好那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市長你好好參考一下 這個民調 其實你之前曾經是14名12名 現在掉到20名 我覺得對你來說是一個警訊 那另外一個從市政的面向 我有要從一些客觀數據來看說 市長你的任內 給台北帶來什麼改變 那我想從小確信跟大確信 兩個角度來問你 首先我要跟市長說 因為我最近常在台北市的街頭演講 有在上班跟下班的時候 就站在馬路路口演講 那有個好處就是民眾會跟我聊天 那也算是一個不錯的民調 那我在路口不管是風吹日散 講了65場 我想問說市長你知道 道路上的機車騎士跟行人 最在乎的是什麼事情嗎 路平嘛 我知道你也常搭公車嘛 不是嗎 那你覺得 對路平嘛 對講得非常好 那是 那是 對於機車騎士來講 路不平齁 騎車過程很痛苦 那手會馬屁股也會痛 更重要是路不平的話 會危害到用路的安全 但是我問了一下 其實大多數人對台北市的路平 其實感覺上好像不是很滿意 那我特別查了一下齁 在2014年就你剛上任的時候 民眾因為道路不平提起國家賠償數字 數字是28件 但是今年108年齁 還沒統計完才到7月底就有50件 那這一點齁 我覺得可能市府你要去研究一下 為什麼民眾反應要國家賠償數字在飆升 那另外還有就是在所謂的傷亡人數的部分 雖然看起來跟歷年數的變化並不算大 但是以今年1月到7月齁 仍然發生32件因為路平 造成路人傷亡的交通事故 其中1人死亡37人受傷 那這個是我認為說 今天可能市政府的部分 希望市長能夠去了解一下 到底我們的路平有沒有做到 能夠保護台北市民的 所謂最基本的行車的安全 特別是現在台北市在對機車騎士 都開始收那個停車費 那你已經在收停車費的時候 你政府預算多一點 那可不可以告訴我說 你起碼安全度 以及所謂路平的品質 你可以更確保保證做得更好一點 這個齁 其實我們 我們就一直在查 奇怪 整個台灣的車禍死亡 傷亡人數在上升 不曉得為什麼 對 但是我覺得你是台北市長 你先把台北市的部分管好 不能說在全台灣都增加 台北市增加 我就無所謂 不是我們就 有點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在過去兩年突然一直上升 那我覺得市長 你之後好好把他研究清楚 因為事實上這一點 對直接攸關市民的安全跟生活 那另外還有一點 我也給市長一個見 因為我自己在路口站齁 我就突然發現一件事情 對路人跟機車其實來講 在大太陽底下通勤是很痛苦的事 七八月你知道夏季 我們的高溫 都經常保持在33度C以上 所以我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去 台北市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增加路口的一些 所謂的 綠遮壁 一方面綠化美化台北市 那另外一方面也讓機車騎士 因為每次我在旁邊等 我都看到機車騎士 都努力找有遮音的地方 因為那太陽曬下來真的很痛苦 所以我希望台北市在這一部分 能夠做一些改善 那市長可以答應嗎 可以 這個 路數 這個還是要繼續做 好 尤其是十字路口 你要創造一些 機車騎士的遮音空間 那最後我覺得 從大確信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要提幾個數字 特別是我們看到就是 我們的所謂的人均可支配所得的成長 在你的任期當中 我突然發現是 六都的最後一名 可不可以市長告訴我 為什麼今天台北市的人均的 所得 支配的成長 可支配的成長 會到變成是六都最末 那這個是所謂大確信啊 就是我們台北市到底人民的收入有沒有增加 你可以告訴我為什麼 比較合理的解釋說我們的基數比他們高 我知道你要講基數高 馬上就調後面給你看 好龍兵的時候基數也很高啊 但也沒最後一名啊 馬英九的時候基數也很高 也沒最後一名啊 所以我覺得不要去找理由 怎麼去研究說 現在台北市確實就是掉車尾 這件事情 以大確信來講的話 希望市長你能夠好好的研究 以上 謝謝 所以我們來研究 市長 你今天早上去新竹拜拜 有沒有請假 因為我八點就回到市政府 我八點回準師來上班 所以沒有請假 你早上去來回搭的是什麼車 一個朋友 那個借我的車 那個鄭董 這個我都很小心 我就知道你們會問 我都不敢問 所以沒有濫用行政資源 那今天有幾個同仁跟你去新竹 這我都不曉得 時間暫停 不能回答我不曉得 你又想打混 我不曉得 因為我到底我旁邊是誰 我都不知道人太多 我看不出來 時間暫停 你覺得你這樣騙我說得下去嗎 不是啦 我有看到小牛 還有看到蔡宜芳 其實我就不知道 時間暫停 你搞清楚你再繼續回答我 有幾個人 我的問題很清楚 不要蒙混過關 我只看到兩個 有幾個人 不是你看到幾個 你們市府派幾個人跟你下去 我不曉得 他們有沒有請假 他們搭什麼車 有沒有用政府的公帑 搞清楚再回答我 時間暫停 不會啦 這個應該他們都 大家都很小心 搞清楚再回答我 我不會搞清楚 因為他們怎麼去的 我怎麼知道 搞清楚再繼續搞清楚 這應該很快 好不好 馬上講 不是啦 我是有 我是 我沒有問題 搞清楚再回答我 不是啦 其他的人要問 要問哪一個人 搞清楚再回答我 不是啦 不能這樣問 因為你說什麼叫 好 到底他要問誰我不曉得 到底他要問誰我不曉得 他要問誰我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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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九點以前都到市政府 那用車的話 因為跟市長在一起 所以說應該判斷 你沒有用公務公務車 哪兩個 哪兩個喔 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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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一個是 蔡宇芳 那個 蔡什麼方 我不知道 蔡宇芳 確定 沒有請假 因為沒有在上班時間 去 沒有用公帑 不是 他因為他九點以前 就回來上班了 嗯 所以說他 比方說他是四五點就去 好 那九點回來趕快 那向市長是八點就回來上班 謝謝 市長 七月九號 八月六號 八月十三號 這幾天 你都是私人行程 然後呢 到外縣市去 你對媒體說 你是寄生蟲打訪 除了高鐵的車票以外 都是朋友請客吃飯 沒有用公帑 請問一下 七月九號 八月六號 八月十三號 你下去高鐵的票是誰出錢 八月六號 八月六號 八月十三號 我沒有出去 沒有出去 那你那開的是什麼車 去你的籌備會 我想想看 那個那個是 這個這個對 那天我們也有 也不是用公務車 好 那其他你在電視上公開說 除了高鐵以外 都是蹭別人的 由別人請客出錢 那請問你 這幾次你下鄉 你的這個高鐵票 是誰幫你出的錢 你每一趟 帶了幾個市府官員去 他們 他們的這個車票 是不是市府報的公帳 不是 這個不是 這個齁 因為我最近出了一本書 你知道齁 你不要扯那麼多 你只要回答我 是或不是 沒有 我那個都不是 我們那個應該都 都不是 陳本清 人事處長 請你把所有 我剛剛問的問題 立刻查清楚 給我們一份 資料 所有 所以你下鄉去 高鐵票是你自己掏腰包 對不對 那個 你的 蔡壁如啊 或什麼柯玉安啊 或者是什麼 其他的這些人 他們的高鐵票 或者他們的車票 或者他們的汽油錢 也都是柯文哲 自己掏腰包的 是不是 因為我最近那本書 是不是嘛 你不要談一本書 你的書我從來沒有看過 一本都不屑於看 不是 是不是 你針對我的問題回答 不要 我覺得 應該有一個可以保證 我們沒有用公家的 沒有用台北市政府公家的 口說無憑 請查清楚 人事處 政風處 查清楚 以正式的報告 回復本席跟本議會 好 那你知不知道 你們的這個 市政府有多混 我告訴你 七月一號 到八月二十七號 短短五十六天 市長不在家 大家拼命請假 你知道這一段時間 短短五十六天 算到八月二十七號 你們市府官員 請假最多的是誰 不知道 好 民政局長藍士聰 請假幾天 你知道嗎 我不曉得 你猜猜看 五十六天你可以請假幾天 我不知道 你猜猜看 請假幾天是合理的 我不知道 他好像 好像他姐姐開刀生病 請假二十三天 名列第一名 第二名 是誰你知道嗎 你的部署 你不在家 大人不在家 大家就通通溜掉了 第二名是誰 好 原民會 八干八萬 請幾天假 你知道嗎 五十六天你請了幾天假 我不知道 請了二十天 第三名 工訓處代處長 一個代處長 林芳如是第三名 請了幾天假你知道嗎 十九天 第四名 就是管人事的陳本欽 請假十九天 第五名 法務局的袁秀慧 請假十八天 文化局的蔡宗雄 請假十八天 顧問 一個顧問 偉大的顧問叫周餘修 請假十八天 地政局長張志祥請假十七天 兵役局長傅永茂 請假十六天 副市長鄧佳基請假十六天 自來水處處長陳錦翔請假十六天 副秘書長李德權請假十五天 副秘書長陳志明請假十五天 副秘書長薛春明請假十五天 社會局長陳雪惠請假十五天 各位會主委徐士忻請假十五天 以上 你看看 你們市府市長不帶到處去競選 其他人不在 所有的局處首長 在七月一號到八月二十七號 短短五十六天 有人可以 將你一半的時間都沒有人上班 這樣的市政府 在做什麼公務啊 他們因為陪議員出國訪問 民政委員會出國十二天 所以你講的那些都是民政委員會 我要講的就是說 接下來台北市鬧空城記 市政無人問問 市長帶著幕僚 大家通通去服選 然後呢 居然好意思說 你們是用寄生蟲打法 靠民間資源 你的朋友請客 你的朋友開車 這些難道 你不覺得該還人情債 將來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這樣 是一個未來的時間 難怪 跟民調會加壓力 我們也覺得 非常非常 互格局 好 時間到 接下來第九組質詢 由王世堅議員 林世忠議員 時間十二分鐘請開始 市長 9月17號 你會不會去領表 目前沒有那個規劃 所以你做教的 就變台教 對不對 沒有啦 現在要找人太麻煩了 那 候選人 就變幕僚長 對不對 不會啦 總共一句啦 就是 2020的總統選票 看不到柯文哲 對不對 到目前為止沒有這個規劃 好 那既然沒有 我們就要回歸市政 你都說齁 如果要選總統 就做好 做滿 當然 我知道 你一定會做滿 但我們現在要談 做好 市長 你看這個表 看一下 你看了 有什麼感想 你仔細看 這個是 你當了四年半的市長 所有 稅入 稅出 以及 營餘場債的統計表 你看起來會很害怕 市長 你注意看 104年 你到市府 那時候的稅入 是1843億 到了今年你108年度 只剩下 16001億 這樣 稅入 減250億 市長 市長 再看第二行 104年的時候 你的稅出 是1543億 到了今年108 你的稅出 要1655 市長 這樣 要多花 一百十億 為什麼市長 你也說一下我聽 其實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 我們最大的支出 還在明後年 因為那公仔繼續蓋下去 還要 還會增加支出 市長 這凸顯什麼 凸顯 現在台北市 你倒退路 你倒退走 第一 你的稅入 大概 是要靠稅付稅收 來處理 再者 就是要活化 台北市 招商 引來稅入 結果你看 你一年一年 節節敗 但是你的稅出 你的稅出 越來越多 現在 跟一百空市 你進來 我都說你進來 多一百十億 這麼多 這凸顯什麼呢 你沒有規劃 沒政秀 再來 這四五年來 我們說實在 台北市 沒很大的建設 沒有很大的建設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市長 我隨便舉個例給你聽 你光 人事費用 人事費用 在一百零四年 一年八百零七億 你跟現在 每年 要八百三十六億 你跟人事費用就加三十億 我隨便再舉一個例 市立大學 市立大學 七千多個學生 你那別人五億就可以了 你配配要給他九億 配配要給他九億 請問一張 租盧總總總 你要怎麼處理 那個傳輸費 一億五就可以了 你要編兩億六給人家 市立大學的那個 隨便 那個老師 根本 在編之外 你也給錢 你就是都沒有控管 沒有處理 市長 這是個危機耶 你有沒有看到 你要怎麼解決 你要重視這個事實 好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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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議員指出我們那個 那個 預算有問題 我們還會再繼續 不是喔 你現在 吃老本耶 你說你四年 五百二十億 五百七 市長你看 你注意看這個表 一百零七年 其實 你的稅率只有一千七百 二十一億而已 你已經 你 你相抵於 你只有五十一億 你看 結果你 大仗人充滿 一百四十幾億 那你就 就倒吃老本 八九十億啊 不是嗎 還有 最重要是明年耶 你光這個 稅率稅出鄉底啊 市長你看一下 差五十四億耶 你還打蟲臉 充胖子 要做表面業績 要說好聽話 要漸漸還行七十五億 這樣 明年 就現 賢 一百三十億耶 市長 這樣要怎麼 明年大概還可以 對不對 你明年你給稅率稅數就差五十四億啊 你還要行七十五億 這樣馬拉斯就一百三十億了 那 漢丁尼又馬拉斯 九十四億 就兩百幾億了耶 市長 回歸台北市長 就這預算處理好 就稅路稅出橋好 要活化招商 甚至呢 你金金價格 每一個建設 都要非常緊密的 謹慎的國外 尊潔成本 不然一磅這麼大磅 市長 這是屬實的耶 你覺得怎麼樣 會 我們也歡迎議員在指出 我們預算哪個地方 屬實就是這樣 我跟你說市長 你說你們行 行一塊好像好耶 我跟你說 其實現在我們台北市負債 還有九百三十八億耶 對不對 再來呢 再來現在 還有廠黃新的十八% 一直退休金 還有兩千三百二十億耶 你說高雄欠三千五億齁 哇 不好使這樣也不好使 其實你也吃不好使 你要到達也三千五億 只要頂年到近年 你到達了 你看 你就要吃勞本 吃兩百三十億 說很好聽 但事實上不是這樣耶 市長 對不對 再來 中央 中央 補助款 你都不要善用 我隨便舉一個例 文化局 中央部會 給你們二點八八億三個計畫 錢 碰給你 你不可以贏 贏四十九% 一點四三億 還有一億三千塊 奉還給中央 人錢給你你不要贏 你又不能開源 你又不能解僱 獨特地要行錢 結果一空亂人 越欠越多 對不對 這樣市長 不對吧 你也給我回答一下 你現在不想選總統 尤其心來做市長 做完應該 但是要做好啊 預算 我們有很認知 如果還有 還有可以改變 我說這都是主家家的資料啊 你可以去追啊 我當中央的時候這麼好 還要去討論啊 好 其實好嗎 人家說實在的 實在的 你之前要消中 我沒意見 現在 回歸本位 回歸市政 回歸你要怎麼處理 但是齁 老金要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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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有很多資源 美人說肥肥的什麼 你有沒有 對不對 這樣不好 你現在回歸市政 你一直 一直失言 對你就一直減分 所以你說那個 對不對 你現在那些十字跟你說啊 這是你的警訊嘛 市長 我這樣說有你還是沒有你 所以 總之而言啊 回歸市政的本質 康好人民的荷包 活化市政的財產 然後努力去招商 然後尊傑 稅出的每一分錢 頭腔要清楚啊 其實有這三個 是什麼 這氧氣存量 你現在聽世間 我比較送你 數一下 比較清新的 這麼決定很多事情 好不好 好不好 氧氣筒 沒有你數一下 這樣 就清新贏 來 要記得 要回歸本位 真的 你就已經 放棄要選總統了 要以台北市 所有市政 跟所有議選 為主要的目標啦 老實說 你沒有什麼做 什麼大的建設 這種議選 給你看起來 是很減少的 來 這個送去 收到就輸一下 收到就輸一下 那是有氧氣筒嗎 氧氣筒 氧氣筒 兩百二十五塊 那是一塊多 其實也不曉得怎麼問 那你就慢慢吸吧 賴香檸賴局長 那個市長 本來要 本來要組黨 這不但是你任何公民都有這個權利 可是 我八個字評論你的組黨 公器私用黨政不分啊 賴局長 你被柯市長悄悄的 列入了 不分區立委的提名你知道嗎 柯市長哪你 跟我們這些局處長要來裝點 他民眾黨的門面啊 你知道嗎 阿你同不同意 你接不接受 市長有跟我提過 跟你提過 阿你接受嗎 我目前沒有考慮 目前沒有考慮 那柯市長那為什麼你們民眾黨 還一直要用賴香檸局長的名號 我不好意思講那四個字叫什麼 招搖撞騙 欸你們要借著賴局長 在社運界 的美名啊 借他的名號來用一用 那他現在已經公開講 他沒有意願 柯市長你還要把他列入嗎 他還是全台唯一勞動局長 這個名號還是 表示說在勞動界他還是很受尊重 對啦 那你現在 你對郭台銘是寄生上流啦 阿對 那個賴局長呢 你要 借助 他這個名流的聲望嗎 寄生上流 阿又要借助名流 阿又要借助名流 你是這麼做嗎 他都拒絕啦 當事人拒絕了 你還苦苦相逼 這是用職務綁架 我們市府的局長欸 欸 柯市長 這該當何罪啊 這典型的工器施用欸 用職務綁架 這還了得 來 那個陳志明副秘書長 他去哪邊 以色列 喔 他帶公務員訓練團 我以為他是怎樣 去拍定裝照 他帶那個公務員 公務員訓練團到以色列 接受那個 他怎樣 他現在是拖給第一釘 任你科市長 看你怎麼取用 是這樣嗎 沒有啦 這個有時候是徵詢 不一定說 人家也不一定 好 他不在那我就問你好了 你徵詢了他 你有沒有徵詢他 有啊 他答覆 他的答覆是怎樣 賴學長是拒絕啊 那陳志明 副秘書長呢 人不在台灣 蛤 他就出國去了 對啦 你徵詢他 他對你的答覆呢 他應該還是 他只是聽一聽而已 聽一聽 以後不要再用這些名號 好不好 不要再公器私用啦 黨政不分啦 好 今天執行時間到 我們明天兩點 繼續進行 這個市長 市政報告及尋答 謝謝大家 三位